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的agenda比较多 首先我们介绍什么叫有效不等式 就是歌评面 然后我们介绍一个著名的歌评面方法 叫Gomerate的歌评面方法 在歌评面方法的求解过程中 可能要用到所谓的队友单身形方法 所以我们回忆一下什么叫队友单身形方法 然后我们来讨论如何来对一些特殊的整数规划问题 给出比较有效的歌评面 从而加换我们的这个算法的这个收敛的速度 所以我们介绍这个所谓的多包型 这个多包型的面 以及多包型的刻面 就是Facet 然后我们要介绍一类特殊的整数规划的可行义 如何来给它如何来构建它的有效不等式 就是这个灵异背包的这个问题 它的可行义 然后如何来得到更紧的这个有效不等式 最后呢 我们那个提一下 现在通常这个商业软件 以及有效的这个整数规划算法 它们采取的这个算法模块 它的框架是什么 就是分支定界加割平面 我们就称它为Branch and Cut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提要 那么首先的一个问题 让我们回到我们前几次课里面提到的 关于整数规划的可行义的突包的问题 整数规划 假设我们考虑了一个整数规划 它的可行义 它是整数的 它的可行义的突包 我们用这个COMV这个来表示 那么如果这个突包是可以被我们刻画的话 somehow 或者是抽象的说 我们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突包是什么样子的话 那么解这个线性规划 和解整数规划 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 就是说 如果这个 说这是 比方说这是 x的样子 x呢是 这样子的 整数 我们这个整数规划呢 就是要最大化 或者是最小化 一个线性 对于线性整数规划来说 这个 在一组这个线性等式 或者不等式约束的情况下 要最大化一个线性函数 这就是整数规划了 是吧 那我们知道整数规划的那个可行点啊 是一个个的整数点 我们实际上是要在这个一个个的整数点 这些整数点呢 是满足这个要求 满足这些不等式 所以它是在一个多面体里面 框住的 那如果我们能够求求出 这些这个整数点的突包 也就是说包含这个整数点的最小突击 因为是有限多个整数点 我们咋识啊 所以这个突包呢 一定是 一定也是一个多面体 我换一个颜色 这突包呢 一定是一个多面体 你看 这个突包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 好 对吧 当然你看二维的情况下 如果你把这些点都画出来 当然我可以用手 用头 用眼睛去看 这个突包是什么样子 这个我可以画得出来 把这两点连起来 我当然知道 大家想想看 如果是三维的话 会怎么样呢 很复杂是吧 如果是四维呢 你画图都画不出来 如果是一百维呢 你连门都没有 你连它是什么样子 在哪个地方 我完全不可能试试看 但是从这个二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突包的 这个不等式啊 一个个都写出来 你能够把这个 每一个不等式都写出来 那实际上 解这个 这个问题和这个问题 是不是等价的 解这个线性规划 和解这个整数规划 是不是一样的 这是个线性规划 这个线性规划的点呢 都是它的顶点呢 它的可行顶点 就是我们刚刚那些 可行的整数点的 突包的脚上的点 所以你解除了这个线性规划 它一定是整数点 所以换言之 解这个 如果我们知道可行页的 突包的描述 我们解这个线性规划 就把原来的整数规划 给解掉了 但是 但是 要把这个突包写出来 笔记解决问题可能更难一点 一般的情况来讲 是不是 尽管我们 我们知道 如果有突包能够写出来 解这个线性规划 当然好解了 是不是 但是问题是这个突包 你怎么写得出来呢 你怎么知道 这些线在哪里呢 对吧 在高维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这些线在哪里呢 所以说 尽管这个线性规划 根据我们上一节课 讲的复杂性理论 它是有多顺势时间算法的 它是属于P问题 而一般的整数规划 是属于NP NPHard的 一般的整数规划 都是NP栏的 我们能不能通过 我们能不能说 这一个P问题 就等价于一个NPHard的问题 所以P等于NP呢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你看 这是个线性规划 是不是 这个线性规划 你只要知道 这个突包 这个整数可行解 突包的描述 这个线性规划 就是多顺势时间可解的 而这个线性规划 又等价于整数规划 整数规划 一般都是NP栏的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 P等于NP呢 这个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刚刚推理好像没错嘛 问题出在哪里 OK 问题对 问题出在这个 Convex号的这个刻画上 我们刚刚说 如果这个Convex号能够被我们刻画出来 通俗的说 你就很快的能够把它写出来 比如说这里有 这个Convex号这个地方有几个 有一个面 两个面 三个面 四个面 五个面 六个面 如果我马上把这个六个面写出来 你原来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 一是六个面 我这Convex号其实也是六个面 对吧 那我解 我解里面这个线性规划 我就把外面这个 整数规划 把这个整数规划解 解出来了 所以问题出在什么呢 一般的说 你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内 把这个Convex号给刻画出来 我给你一个原问题 就是我给你一组 AX小月等于B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Convex号 也写成这个不等式的样子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把这个 这个A一把 B一把 用来刻画 这个Convex号的这些个不等式 在有限的时间内 在或者在有效的时间内 用一个有效的算法 把它的Convex号写出来 实际上我们看到 写出这个Convex号 就解除了整数规划 因为接下来再解个现行规划 就把原问题解除了 所以说解Convex号这个问题 把Convex号刻画出来 和解原来的整数规划 是一样难的 OK 所以实际上我们刚刚的问题出在 这个问题和原 也是MT难的 就是要把它描述出来 也是MT难的 我们知道A B 但是我们不知道A吧 B吧 所以你没办法解它 是不是 好了 我们经常碰到一个 碰到实际问题 或者做研究的时候 或者同学们学习的时候 会碰到一个问题 你想了一个办法 它不行 OK 这是我们经常碰到的 是不是 但是 这个不行的方法 往往能启发 你想出一个可行的方法 当你发现一个方法 不行的时候 你不要马上说 哦 我再不想这个问题了 这个方法肯定不行了 那 我们这个Convex号的 用它来 取代这个整数点 解线因规划这个ID 到这里 我们确论 如果你没办法把它写出来 这个ID是没有用的 但是 可不可以 不一次把 不是一次把这个Convex号写出来 而是一步一步的把它写出来 就是 先写一个出来 行不行 或者是不能精确地把这个 写出来的话 能不能先写一个近似的 比方说 这个 绿颜色的 这个Convex号 我们没有办法 一下把它刻画出来 我们能不能 有这样子的办法 可以 在这里加一个 这里 加一个割平面 就像一根割线一样的 像一个割平面 把这个 不在这个 突包里面的一些点 割掉它了 比如说 我可以这样割 割掉它 把这些点一个个割掉它 先做一步 然后加进去 再做第二步 然后小白白 我这样割掉它 一点点把它割掉它 你看 割掉了以后 这个割平面 一个割平面 我们知道 在空间中 在平面上 在二步的时候 就是一个不等式 是不是 就是一个线性的不等式 它有个反向量 是吧 它有一个 反向量 就是 那个x前面的系数 它还有一个右端向 表示它的位置 是不是 所以 每一个线性不等式 都表示了一个割平面 的半空间 对不对 每一个等式呢 就是一个平面 对吧 这都是一个平面 它的反向量 比如说是 这样子 这是个横向量 那这一边呢 就是一个半空间 这一边呢 也是个半空间 就是个不等式了 是不是 所以把这个不等式 如果你再加到 一个个 一个个 加到原问题的 那个ax 小于等于v 上去呢 我们的可行率 就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最后我们就有可能了 但是呢 我每一次呢 都不把这个整数点割掉 所以最后一步步 这样的割的话呢 我们就有可能了 有可能最后呢 把这个秃包啊 最后啊 给割出来 尽管这个秃包 不是一次描画出来的 但是我们有可能 通过一次一次的 添加这个割平面 把这个秃包呢 最后把它的样子 割出来 然后每次我们都是 解线性规划 从而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解 不断不断的解 线性规划呢 把整数规划解出来 因为解到最后的一个 最后的时候 这个 这些个 这个多面体形成的 这个顶点呢 它一定是整数点 OK 从而线性规划的 这个 线性规划的整点 如果是整数点的话 都是整数点的话呢 那么它就和原问题呢 这个整数规划是等价的 OK 这个就是 我们要今天要谈的 所谓的 割平面方法的 这个 研究的动机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 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 它可以通过解线性规划 来 添加割平面 来不断的 逼近这个 整数点 整数可行率的 这个 图包 所以我们首先介绍一个概念 就是说 一个 有的时候 OK 这里是航向量 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航向量 这里是列项量 一个 不等式 我们说它是有效不等式 我们称为 VRI 就是valid inequality 是说 这个不等式啊 对于任何一个可行易力的整数点呢 它都是满足的 那我们就说 这个 不等式叫有效不等式 所以什么叫有效不等式呢 像我们刚刚这个就是有效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 并没有 这个不等式 小月等于这边 在这边 它并没有把任何一个整数点割掉 如果是 这个样子呢 就不是有效不等式 因为这个样子 它会把这个 这个整数点给割掉 所以 所谓有效不等式 就是 这个不等式 所形成的半空间呢 把这个可行易 包含进去了 OK 这个半空间 OK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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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包含在 它的 这一半里面 我们就说 这个是个有效不等式 这就是割平面 所以这就是 π x 小一个等于b 这个是等于b 小一个等于b 在这一边 大一个等于b 在这一边 OK 所以下面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的问题无非是说 如何来求到最好的这个有效不等式 然后如何用这些有效不等式来解决数规划 OK 什么叫最好的不等式呢 就是这样子的不等式 正好能够贴 贴 贴近它 这是最好的 那不好的呢 像这个也是啊 是不是啊 这个也是啊 但这个有用吗 这个没有用 是吧 所以最好的有效不等式呢 是能够 能够割掉这个 线性规划的这个可行易 但是它又不会割掉这个里面 整数点呢 这样子有效不等式 最好它能够贴到这个 贴到这个上面割 所以如果您贴到它的话呢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描述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要做的问题是这样 我们要 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下面这两个问题 OK 那么在历史上呢 关于这个割平面的方法呢 有许多那个 科学家呢 做出了贡献 其中呢 第一个发现这个 这个割平面的一个重要性质的 就是这两个人 一个叫Shiwato 一个叫Gomeri 他们两个发现啊 给定一个线性的整数规划 它的任意一个有效不等式 就是说 给定一个线性整数规划 你就有个可行易嘛 那么就有好多 这个有效不等式 有无从多个嘛 是吧 你只要不割掉这个的不等式 都是有效不等式 所有的这个线性规划 线性等数规划呢 有效不等式 对于这个可行易来说 它都可以这样来产生 怎么产生 就是把这个AX小1等于B啊 两边乘以一个非负数 然后把它们相加起来 你看两边乘以非负的数 然后把它们加起来 加起来就变成一个了 是不是啊 原来这些都是整数 但是你乘了非负数 这个可能是分数 分数以后的话 分数加整数 分数乘整数再加起来 也可能是分数是不是啊 那么得到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起整 可以向下起整数 这还是成立的 然后因为这边是整数 所以对这边 AXXJ是整数 这个以整数来说 我这个起整的话 这个不等式也应该成立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叫Shevato-Gomerate的过程 可以产生任何的 所有的有效不等式 换言之 我们给听两个有效不等式 我们给听两个 这个 比如说我们是两个 X1加X2 小月等于5 这是一个不等式 是原来的这个目标 这个原来的可行不等式 还有2X1-3X2 小月等于3 比如说这两个 两个不等式 就是原问题的可行义 这两个不等式 那我说所有的 有效不等式 可以怎么产生呢 可以这样产生 你看这两个成立 两边同时乘以非复数 还是不等式不会变 是不是啊 我把它加起来 两个不等式 加起来它还是成立的 是不是啊 所以我用一个μ1 就乘以X1加X2 应该小月等于5μ1 是不是啊 再度乘以一个μ2 μ2是任意的 随便分数 什么数都可以 2X1-3X2 小月等于3μ2 我把它们再加起来 这两个成立 那么这个也成立 哪一个成立啊 那μ1加2μ2 乘以X1 加上μ1-3μ2 X2 这个要小一或等于 5的μ1加3的μ2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不等式 对任意的整数都成立 可以推出它成立 可以推出它成立 大家想想看 现在这是一个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呢 这里可能是分数 这里可能是分数 所以 这个不等式成立 这个我往下起整的话 这个分数向下起整的话 那肯定也是对的 是吧 μ1加2μ2 X1 加上 向下起整 μ1-3μ2 向下起整 X2 小会等于5μ1加3μ2 向下起整 就是说4.5就起4 反正是往后面取一个整数 所以它肯定是成立的 为什么成立呢 因为这个X1 X2 这个X1 X2 都是大F等于0的 而且是整数 是吧 大F等于0嘛 你小的数 相乘嘛 也更小了 然后呢 这个X1 X2是整数 现在这个也是整数 这个也是整数 所以左边这个数呢 是个整数 一个整数 如果小于一个分数的话 只需要小于这个分数的 向下起整的那个整数 就可以 是不是 对吧 你要求这个数 这个数一定是整数 小于一个分数 实际上只要小于这个整数 就可以 因为它 因为这个数不可能是分数嘛 所以你只要它起整就可以 这就是说 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 任意多个不等式 非复 如果变量是非复的 我们我们总是 可以做这样的 就是两边同时 乘以非复的 说然后相加 然后对这个细数起整 然后对右端向也起整 我们就会得到 一个单个的不等式 是不是 这个单个的不等式 具有整数的变量 整数的细数 这个不等式 一定是个有效不等式 为什么呢 所谓有效不等式 就是任意原来满足 整数点满足原来这个 可行义也满足它 是不是 所以它是有效不等式 那这个 这个定理说 这个定理说 所有的这个有效不等式 由这个可行义 生成的有效不等式 都可以通过 适当的选起 μ1 这些系数 来得到 主要做有限次 主要做有限次 就是重复这样做 你产生了一个 这个又和这个又做 这个定理 有的书上有证明 我们这里就不证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样确实能产生 有效不等式 而且反过来 任何有效不等式 都可以这样产生 但是 这个定理很难 直接用来 产生我们所谓的 好的有效不等式 因为我们是说 这个不等式 如果不好的话 给我们其实也没什么用的 所以我们要产生 好的有效不等式 还必须想一个 特定的方法 可以知道 如何知道这个μ 如何知道这个μ 是吧 因为这个μ 如何选起 虽然是任意的 是吧 所以你实际上 对具体的问题 并不知道如何选起 这个系数 OK 那 我们下面要讲的呢 这个gomerate的 这个割平面方法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 方法 它可以 给我们一个 具体的计算方案 来产生 一个割平面 OK 而且这个产生的过程呢 和单纯性方法呢 是在一块的 也就是说 在计算线性规划的 用单纯性计算的过程 如果我们把单纯性 算出来 用单纯性方法 把这个纯性规划 最有点算出来 同时我们就可以 算出一个 算出一个有效不等式来 算出一个割平面来 这gomerate呢 是美国的一个书学家 他在 他这个 发现这个gomerate的割平面呢 是在这一篇文章里面 这是美国数学学会的 会宽 是在1958年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般认为 以gomerate的这篇文章为起点 整数规划 是从1958年开始的 在这之前 58年到47年 这个george dendrick 发明这个 线性规划之前 整数规划 这之后 这一段时间 这11年的时间 整数规划 是还没有真正开端的 因为这是第一个 可以用来计算的 割平面方法 可以用来求解 整数的 对一般问题 可以求解 这个 一般的线性整数规划 你可以用来 真正用来计算的 一个算法 所以gomerate也 成为了 这个 运出学的 这个奠基人 大家在 报科的时候 如果修过 运出学 一定是修过 整数规划 这一章 你一定会听说过 gomerate的名字的 那我今天给大家 发了一个 小的 那个 paper 在这个小的paper里面 这个gomerate本人 这个回忆了 他是 怎么样发现 这个割平面方法 也回忆了 整数规划 在发展的 早期的一些事情 运出学 很巧 就是运出学的 这个发明 以及运出学的发展 很多事情 都跟这个prinston有关系 我们知道 这个鼎鼎有名的 这个kun特个条件 就是kkt条件的 这个kkt kun 和这个tuk 这是两个人了 这个tuk 是在prinston数学系 他们发现了 这个二次规划 后来是一般的 线性规划的 追求性条件 所以那被认为是 非线性规划的开始 因为如果没有最新条件 我们的这个非线性规划 是无从谈起的 你没办法 有任何算法 那么gomerate呢 就是prinston 他在prinston毕业了 当然比较晚了 五几年 五六五七 他毕业以后 就去当兵了 去海军 然后回去 然后又回到prinston 回到prinston 就参加这个tuk的 那个讨论班 他的这个group 那么就 当时就讨论到 这个准数规划的问题 所以他的那个paper呢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写的 也就是说 他想出这个歌评片方法呢 就这段时间想的 我们还知道 运作写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人物 叫John Nash 是吧 John Nash也是prinston数学系的 就是那个 我们有一个电影叫 美丽的心灵 是不是 Beautiful Man 是吧 就是讲这个John Nash的故事 那个prinston有很多 就是那个 那一段时间 五十年代 就是 有很多传奇的人物 在那里呆过 包括我们这个 华人科学家里面 有李正道 梁正宁呢 他们都在那里呆过 当然不是数学系 所以这个 Gorren呢 他发现了这个 利用单纯军方法 计算 这个线性规划的时候呢 可以把一个 有效不等式 给导出来 从而把这个 有效不等式 加回到线性规划 那就可以 一点点把这个 突包啊 一点点把这个 突包呢 给割出来 最后把这个 整数解给求出来 OK 假设我们现在 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和前面 那个问题 有点不一样 我们整数规划的时候 一般是说 是不等式约数嘛 是吧 但是如果你加了 这个辅助变量以后 它就变成 这个 等式约数了 如果系数都是整数的话 那这样的话 比较好讨论 就是说我们 讨论是 它的松弛问题 就是一个标准的 线性规划 对吧 所以 郭文雷的方法呢 是直接从这个 单纯性表里面 来产生这个 割平面 我们说 给定一个线性规划 通过这个 单纯性方法呢 我们可以 找到一个G 是不是 一个G呢 如果是可行的话 对应一个顶点 是不是 一个可行的G 就对应一个顶点 就它是一个 基本可行解 是吧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最右解呢 一定是一个顶点 所以 假设我们知道 这个最右的G 是B的话呢 那么最后 通过我们的 单纯性方法 最后一张表格的话呢 那个最右解的 右下角的 这是不是最右值啊 是不是啊 B是最右 这是最右值嘛 是吧 这是非G变量 这个前面 对应于B的是G变量 对吧 这是最右 这是非G变量 这个非G变量 在最右值的时候 这是起 它等于0的 是不是啊 我把它还原到 原问题 我先不起它等于0 那么我们 这个单纯性表 对应的那个 线性规划 就等于 对于线性规划 的一个变形呢 这就是个单位证嘛 对吧 这个相当于 我们单纯性表里面 那个单位证 这是G变量 这是非G变量 这是非G变量 这是最后 单纯性表 最后的时候 得到最右解 的时候的 右端向 其实就是 G变量的起值 是不是啊 OK 这是G变量的起值 那 我们原来线性规划 求解的时候 是XJ 属于 一般的实数 是不是啊 但是你把它写成 整数规划的话 它就属于整数了 所以这个通过 单纯性的 线性规划的 松弛以后 求到 用单纯性 求到最优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 原来的整数规划 改写成这个样子 对吧 因为单纯性的 求解过程 就是把原来的 线性规划进行 的行进行 出等变换 是不是啊 对吧 我没有做其他的事情 我就是做 出等变换 是吧 把线性规划的行 进行出等变换 然后呢 还对线性规划的 目标函数 做了变换 做的是等价变换 就是说 把一些值啊 把XB啊 用XN 来取代 所以呢 这个做的是等价变换 做的是等价变换 只是呢 在 整数规划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XJ呢 是属于 非复的整数的 OK 好 当我们解了 线性规划以后 如果这个右端向啊 都是整数的话 说明什么 说明机变量都是整数 是不是啊 而非机变量 这些非机变量呢 都等于0 是不是啊 所以 这个线性规划解出来呢 就是一个整数规划 的解 就是个整数 所以这个解呢 就是原问题的最右解 就是原问题的整数解的最右解 从而呢 如果线性规划解出来 就是整数解 当然就是 呃 就是原问题的最右解 但是一般来说 这个B I 一定会有一个分数解 所以 这个时候你 不能说这个线性规划 跟原问题 是一样的 这个线性规划呢 它是有分数解的 好了 下面的问题是 一旦一个线性规划 得到一个分数解 说明 我们在求解 线性规划的时候呢 我们求解到的这个点了 这个点了 比如说我们线性规划 全是这个点 这个点了 不是 啊 在这边 说明这个点了 不是整数点 所以它不是整数 那我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的任务是说 我用一个割平面 把这个点了 给割掉 但是你这个割平面 不要把整数点给割掉了 要是有效不得是 所以整数点还在 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要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点割掉 那 如果我能把这个点割掉的话 让我把这个 不等是 加到刚刚这个线性规划里面 就多了一毫码 是吧 再也不会再找到 刚刚找到那个分数点了 这个点就被割掉了 没了 不在我们的可行域里面了 所以你新的这个 新的这个可行域的 这个点呢 就有可能更靠近整数点 或者就是整数点 OK 注意到 当我们那个 当我们求到最优的时候 这个单纯你表 这个就是reduce cost 是不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reduce cost 因为如果这里有负的话 在x阶起正的 这个起步是 又可以得到更好 更小的解吗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这里肯定是大一个等于0的 所以对任何的大一个等于0 这个数是最小的 这就是最优积 这个reduce cost 大一个等于0 这个右端呢 可能也是大一个等于0 因为是可行的嘛 但是它有一个呢 是分数 假设我们有一个是分数 有一行是分数 大家想一下 有一行是分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了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行 你看 如果这一行是分数 那我就可以什么呢 这个往下起整吧 这个数可能是分数 这前面的系数 往下起整 对这是个整数哦 往下起整 然后对它也往下起整 往下起整 一起整的话呢 你看这就会小一个等于了 是吧 因为往下的话就会小一个等于 所以我们从这个式子的左边起整 起完以后 在右边也向下起整 就会得到一个有效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肯定要成立的 只要这个对整数成立 这个对整数肯定也是成立的 OK 我们来推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XB啊 带到哪里去呢 带 在 啊 带到这里去 这XB啊 不是 加这个 小月等于它吗 那么XB实际上是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 BI一把 减 这个东西 是不是 所以我就把这个XB呢 带掉 用前面那个式子带掉 那么这个是等于BI一把 啊 减这个 所以带到这里来的话 应该是这个样子 相当于说什么呢 相当于说我们有两个 相当于说我们有一个XB 是吧 啊 DI一个 加上 Sigma J 属于飞机变量 然后这里是 AI J一把 XJ 小月等于B I 一把 这是我们刚刚推出的有效不等线 实际上 XB I呢 它是本来就是加上Sigma J 属于NB 然后AIJ 一把 XJ 它是等于BI的 一把的 是不是 所以我把这个放到这里来 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啊 把XBI 这个式子 带到这里去 或者是说 拿这个式子 啊 两边 这个这个式子啊 两边同时减这个数 减这个数 这个式子还是不变的 因为两边减到一个相同样的数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减它 这个减它还是小一个等于 这个减它这个就没了 是吧 这个也没了 所以就剩下 这个减这个 这个减这个 大一个等于 是吧 你拿这个减这个 这个减这个 这个还是小一个等于 两边都成一个负号 跟它减它 你看它比它大 因为它是它向下起诊的 它是它向下起诊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这说明 飞机变量 前面的系数 的分数部分 你看 这是飞机变量前面的系数 减掉它向下起诊嘛 不就是它的分数部分吗 对吧 不是5.3 减掉5不是0.3吗 不是它5.3的分数部分吗 然后这是右端向 这是个分数 而且这一定是 这里有可能等于0 但是这里一定是不等于0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取得这个BI 一定是个分数 它减掉它向下起的 所以这一定是个分数 OK 所以 这个有效不等式的意思 就是说呢 一旦在 单身表里面 有 右端向 有一个是分数 那么它的飞机变量 前面 前面的分数部分 加起来 乘上XJ 一定大于不等于 右端的那个分数部分 那我们用一个记号 叫FRIJ 来表示这个分数部分 用FJ呢 来表示这个分数部分 那 这就会得到了 这个分数部分 XJ 在飞机变量的分数部分 一定大于不等于 右端向的分数部分 这个不等式 就叫 郭孟瑞的 哥 郭孟瑞有效不等式 OK 所以这个式子 好简单 怎么推出来的 就是 拿一个分数的 拿一个分数的右端向 这边起枕 这边起枕 得到一个不等式 再和原来那个式子 两边一减 把这个 机变量消掉 得到这个式子 再画一下 就是这个式子 所以这是个非常简单的 可以从原来的可行节 推出来的一个有效不等式 但是 这么简单的一个有效不等式 它是非常好的 它是第一个 我们知道的 对任意的整数 现行整数规划 都能够推出来 而且它是从单程表里 推出来的 OK 所以 一旦你知道了 一旦你知道了 有一行的右端是 是分数 你马上就可以这样 导出一个 Gomerate的 歌来 也叫Gomerate的 有效不等式 这个有效不等式 有什么特点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有用吗 这么简单 推出来 有什么用呢 大家看一下 当前我们的最优解 是谁啊 是XB等于这个 是不是 然后这个飞机变量 通通等于0 是不是 当前的最优解 满不满足这个式子 当前的分数最优解 会不会满足这个 Gomerate的歌 有效不等式呢 X节如果通通等于 这个飞机变量 通通等于0的话 左边是等于0 是不是 右边这个数 一定是个大一连的分数 是不是 所以当前这个分数解释 一定不满足它的 不满足它就好了 满足它就不好了 为什么 一不满足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刚刚构造的 这个不等式 把刚刚那个 线性规划的分数解 给割掉了 是不是 说明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把 整数解给割掉 因为我们这是 从整数解释推出来的 所以这个不等式 能够把当前的 线性规划的 这个整数 这个非整数的 这个分数解 给割掉 那么 这个不能是 加进去后 我们就由希望 求到整数解 因为我把刚刚的分数解 给割掉了 因为我们 回到我们前面的 这个 基本想法 我们是想什么呀 我们不能一次 把这个突包描述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一个个的加进去 把那个 不是整数点的 这些个顶点 一个个 这些个区域 一个点 一点点割掉的 OK 所以 这个刚刚产生的 这个分数解 因为是飞机 变量度等于0 所以他一定不满足他 这个是 哥们日哥的一个 最重要的性质 正因为是这个性质 所以 他能够把 他能够改进 线性规划的这个解 否则的话 刚刚那个解 我加了一个进去 他又解到刚刚那个解 我加一个进去 又解到刚刚那个解 等于说你在循环是吧 一点用没有 OK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是 这样的一个整数规划 注意这是一个 两维的 非负的整数 两个不等式 可行率是什么样子呢 可行率 这也是x1加x2 小又等于6 所以这是 这一个 红颜色的这根线 是第一个 x1加x2等于6 小又等于6 在这一边 这个5x1加9x2 小又等于45 是这根线 往下的一个半空间 然后这是大又等于0 这个也是大又等于0 所以这个阴影的部分呢 里面的这个整数点呢 就是我们的可行点 那这个阴影本身呢 就是这个问题呢 线性规划松弛 把它这个整数丢掉 所以这个多面体呢 就是线性规划松弛的可行率 这里面的这些点啊 这个点不是 这个点 这几个点都是 这这个点呢 就是整数点 就是可行点 好 如果我们 直接解这个 整数规划的 线性规划松弛 我们会得到 哪一个点呢 这是5x 负5负8 负5的话 说明是 这个反向量是 往这边指 是不是 对吧 往这边指 往这边指 是吧 往这边指 那这边越来越大 是吧 那边就越来越小了 是吧 所以这个 往那边越来越小 最后呢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最优点 大家看到 这个点 是整数点吗 不是 这个点 x1也不是 x2 有两个分量 都不是整数点 OK 好了 怎么办 刚刚 Gomerate的 这个 割平面的 那个产生方法 告诉我们 一旦 如果你用 这个 多 这个 这个 单纯性方法 能够把这个 现金格 把这个点 求出来 那你就一定 有一个 有一行的 右端是 非负的 是不是 至少有一个 如果不是整数的话 我就可以 把你起出来 构造一个 不等式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里有两个 不等式 所以第一个 不等式 加一个 补充变量 x3 第二个 不等式 加一个 补充变量 x4 所以我们有 两个 补充变量 一个x1 一个x3 一个x4 这就变成 等式了 是不是 所以用这个 用这个 我们这个 原始单纯性方法 解 就可以把这个 线性规划 给解出来 解出来的答案 是多少呢 是2.25 3.75 这个 reduce cost 是1.25 0.75 这个是 负的 它的 这个最优值 是负的 41.25 是吧 OK 好了 那你就可以 你看 这个也是分数 这个分数 所以你随便选一个 来产生 GOMERY的歌 比方说 我们选择 第二行 这一行 这一行 产生GOMERY的歌 这个GOMERY的歌 我们刚刚记得 它是怎么样子的 它是飞机变量 的系数 的分数部分 是不是 然后右端呢 是大于和等于 右端的分数部分 是不是 所以飞机变量 这个是X3和X4 是不是 所以是飞机变量的 一定是飞机变量的 记得吧 飞机变量 这是飞机变量的 这是右端向的分数部分 这是左端向 飞机变量的分数部分 所以这个-11.25 它的分数部分是多少 -1.25 是-2 是吧 它的分数 它的向下急准 就是-2 是不是 那它的分数部分 是0.75 不是0.25 因为这个负数 -1比-1.25 更大 不是不是1 是-2 才是它向下急准 向下急准 就比它小的那个整数 然后0.25 它的分数部分 就是0.25 是吧 然后3.75 它的分数部分 就是0.75 是吧 反正这都是小于1 大于0的 大于等于0的 这个数 而如果是整数 怎么办 整数就是0了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 Gomeri 高平面 也就是Gomeri的 有效不等式 OK 注意到 这个有效不等式 是关于补充变量 对吧 所以说 如果我要知道 这个有效不等式 关于语言变量的 等价表达 我要怎么办呢 我要把这个x3 x4 画成x1和x2的样子 是不是 那x3 等于多少呢 x3是 加x3等于6 是不是 所以这个x3 应该等于6 减x1 再减x2 是不是 x4呢 是x4 5x1 加9x2 加x4 等于45 所以x4 应该等于45 减5x1 减9x2 OK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正是等的 相等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带到 原来的这个 得到这个式 所以说 你用这个式 这个式也可以 用这个式也可以 那一般来说 用这个比较好 在计算单程式方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一行 加到这个上面去 OK 因为我们要重解 现在我要重解性 就会坏了 我得到一个 我得到一个 割平面 我得到一个有效不能式 我把这个有效不能又加到 刚刚那里来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 接下来我就是要用 这原来的 再加上它 所以接下来的可行 会更小 那就有可能 这个点是整数点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需要 知道它的几何上 怎么表达的话 这x3x4 在原来的这个空间里面 是没有的 是不是 原来这是x2 这是x1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不等是 等价的 在这个平面上 是怎么表示的呢 你要把这个带到这里去 把这个带到这里去 算一下 是不是 算出来呢 我算了一下 是2x1加3x2 小1等于15 就是这个带到这里去 这个带到这里去 相当于这个 所以2x1加3x2 小1等于15 你就可以在 你就可以在刚刚这个 这根线 这根线上 再画一根线 是不是 2x1加3x2 小1 或等于15 所以另x1等于0的话 x2等于多少 等于5 是不是 另x2等于0 x1等于7.5 所以一个点在7.5 一个点在5 这样画一根线过来 画一根线过来 大家注意到没有 画一根线以后 这根线就没有用了 是不是 原来这根老的这根线 就是多余的 那和这根红的这根线 画出来的这个 橘黄色的区域 就是我们加了这个割平面以后 新的区域 OK 新的这个区域 这个 我们刚刚的这个不等式 我们根据哥默瑞的不等式 是个有效不等式 可以推出 整数点不会被 刚刚的这个点割掉 所以它不会割掉任何整数点 所以原来的整数点都在了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交出来 新的这个多面体 它的顶点 现在是不是都是整数点呢 都是啊 看到吗 这个点 你看原来这个不是 现在这个点是 这个点是 这个点是 这个点也是 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多面体 它的顶点都是整数点 从而 这个线性规划 就解出来了 是不是啊 这个整数规划就被我们解出来了 我们只加一个割平面 你看 只加一个割平面 解这个 我们就把这个点解出来 这个点是多少 是33 是不是啊 33 这个33 还有这个 这个33 我看一下 33应该是整数点 因为是 负5 负5 负8吧 负5 负8是朝哪个方向 负5 负8是朝这个方向 所以 所以这个33 33应该是最优解 现在 OK 这样的话 把原来的整数规划给解出来 只加一个割平面 OK 所以 这个割平面方法 听上去挺简单的 但是它挺有效的 因为 它可以通过不断的加割平面 解线性规划 解线性规划 加割平面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把它叫做是 割平面方法 最后能够求解出 线性整数规划的 这个最优点 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讲这个 割平面方法 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例子 假设我们是要 最小化 这样的一个目标函数 两维的问题 一共有三个 不等式约束 根据我们刚刚的想法 我们这样来做 就是 先解它的线性规划松弛 然后加一个割平面 再加到那个 线性规划里面去 再解这个问题 解出来 如果是 是 是 整数的话 停 如果是分数的话 再加一个割平面 再解这个线性规划 如果是整数的话 停 如果不是的话 找一行 再产生一个 GOMERY的割平面 然后再加进去 所以我们每次 每次 就是 每次解一个线性规划 加一个割平面 所以在线性规划里面 我们的不等式 每做一次迭代 就多一个不等式 OK 相当于说 在单纯性表里面 会多一行 是不是 一行就是 在单纯性表 就是 一个不等式 就是一行 是不是 那 当然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 你是不是每次 加一个不等式进去 这个线性规划 要从头到 重新开始解 要不要重新开始解 这是我们 等会要谈的 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在这 一开始解了 这个线性规划 是不是 我们用的这个 我们这个单纯性表 解出来是这个样子 那 把这个东西 加进去以后 把这个 加到这个 原来的老的 这个单纯性表里面 就是你上次 解到了最优的 那个单纯性表 我把这一行 加进去 要不要重新开始 解线性规划 不需要 所以有很快的方法 就可以把这个 线性规划 解出来 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提到 所谓的 对有单纯性方法的原因 OK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首先这个 这个问题有三个 三个不等式 所以我们要加 X3 X4 X5 加三个补充变量 那我们得到一个 单纯性 那我们通过 单纯性方法 用 第一个可以用原始单纯性 我们得到什么呢 我们得到 一共五个变量 我们得到是 X1 X2 X5 是机变量 那X3 X4呢 是飞机变量 你看这个 Reduce cost是七分之四 七分之一 所以这个线性规划 解出来已经是最优了 那么这个最优解释多少呢 X1等于七分之二十 X2等于三 X3这个是个 普通变量 是不是 所以对我们说 并没有什么 对于原变量说 并不对应什么 所以原来的这个 这个原变量 对应的这个七分之二十呢 这个右端项 是一个分数 是不是 那我们就选这个 来产生 哥姆瑞的哥 产生哥姆瑞的哥 我们记得 这个哥姆瑞的哥 不过就是 飞机变量的分数部分 右端项是 右端项的分数部分 是吧 所以这是七分之一 七分之二 七分之二十的分数部分 是多少呢 七三七二十一 三二二七 一十四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是七分之六 七分之六 所以这个X3加X4 七分之一 X3加七分之二 X4大约的七分之六 就是我们的根据 用这个补充变量 来表示的 这个哥姆瑞的哥 也就是有效不等式 好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有效不等式 加到这一行里面去 大家想过没有 当我们把它加进去的时候 把这个加到这里面去的时候 情况是 我看一下 我写一下吧 这个是 一零七分之一 七分之二 零七分之二十 这里是 零一 零一零 这里是零零 负七分之二 七分之十 一 这里是三 这里是七分之二十三 然后是 然后是 这个 Reduce Cost 这个是 激变量是零了 然后是七分之四 这是七分之一 零 是吧 这里还有一个 负七分之五十九 这是原来那个线性规划 现在我要把这个各平面 加到原来的线性规划 再减一次 所以是 我要加 我可以这样加 就是 我可以加这个 你看这是大一个等 是吧 这就有点难办了 大一个等于 你要加补充电量 要减一个X6 是不是 像是四五 三十五都用了 是吧 减一个X6 这里才是大一个等于 所以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用什么 用 补充电量 0 0 这是X6了 X5 X4 X3 X2 X1 0 0 0 然后这里加个负一 这里是七分之一 这里是七分之二 然后这里是 七分之六 是吧 然后这七分之二十三 三 七分之二十 这是零 零 零 哪里 哦 sorry 零零 七分之四 是吧 七分之一 七分之二 然后X5 是零 然后这里是负一 是吧 然后这个目标函数 这个是零 是吧 这里 其实我们不用管它 这里 是吧 好 如果我们这样进家 大家看 原来的这个积变量 是X1 X2 X5 是吧 所以我们解一个线性规划 如果用单次性解的话 它有个问题 要初始可行解 是吧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初始可行解 你看这是个负一 是吧 这个 这个学哪个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如果这是一就好了 是吧 是吧 如果这是一 那么这一行 这一行 这一行 正好是个单位 就是吧 就是个机 所以呢 如果这个一应该怎么办 那这里应该是一个负的 是不是 两边是一个负号 这是负的 负的 好 如果这是个一的话 这个右边变成负的了 所以这个是原始不可行 是不是 不是原始可行解 右端向是负的 你这X等于负的不对 对吧 对吧 但是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reduced coals的 表示什么 这是非机变量 这也是非机变量 呃 sorry 这是机变量 这是机变量 sorry 这是非机变量 非机变量的reduced coals的 如果是大一或等于 相当于对偶可行 是不是 这个大一或等于 相当于对偶可行 对吧 还记得吗 reduced coals 大一或等于 相当于 这个解 当前这个表格的 这个机啊 这个机啊 这个机 是队友可行的 ok 所以呢 队友可行的话 我们就可以 初始可行解 如果是队友可行 我们就可以用队友 用可以用队友 队友单纯方法 是不是 队友单纯方法 和原始单纯方法的 做法是一样的 只是 90度这样掉了个头 是不是 你 你原来这里 呃 这个原始单纯方法 原来这里都是大一灵的 这里面有小一灵的 就一个个 把它那个 让它那个进击 是不是 ok 现在呢 这个都保持 它都是大一灵的 然后这边有负的 所以我就可以像 那个原始单纯方法一样 对 选 选这一行 对不对 然后选择这一行呢 选择这里 是 这个负的 然后 比较 他们的这个 除下来比较 他们的大小 看选哪一个 进击 进击以后呢 把这个 变成正的 你看 我们原来是说 如果这里有负的 这个reduce cost 我把它变成正的 是吧 现在是如果这是负的 我把它变成正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步 这个队友 转足 队友可行 队友担心方法的 一次转足 啊 或者是 再做一次 反正是 对这个 这个 这个 加进那个 哥摩尔哥以后啊 得到的是 第一张单证表 得到的是 可以得到一个 队友 可行的 初始可行节 这是队友可行的 所以我们利用 这张表 可以进行 队友单证方法 求解这个 线性规划 而不需要 对这张表 从头到尾开始 求 初始可行节啊 然后 两阶段法 那样做的话 你肯定是很慢的 OK 所以 我这张表 进行了 我选择了X4 X4是哪一个 是这个 选择了X4 来进行 那个 转足以后 得到了新的 这个单证表呢 我这里变成了 畸变量 这里变成了畸变量 它是零 所以呢 这个就不再是 这个X3 X4 X3和X4都进击了 这个和这个都进击了 这个变成飞机变量 最后的这个 两次转足呢 我们就得到什么呢 得到 你看这个Reduce Code 现在这是飞机变量 Reduce Code是2分之3分之3 这个刚刚这个变成了 2分之5 变成2分之5 好 这个变成2 这个2分之1 1 2分之5 所以这一张表 就是加了一次 哥们尔哥的表 这张表里我们看到 这个X2是2分之1 是不是 X2就是机变量 所以还不是整数解 怎么办 再 再加 OK X2不是整数解吗 那我选X2 这一行来产生 哥们尔哥 得到什么呢 得到 你看这个X2 它飞机变量是2分之1 这是2分之1 1 1怎么办 1是个整数 是吧 1向下几等就是0 是不是 也是1 是吧 所以它的分数部分是0 是不是 所以这一个X5 这个2分之1 大一或等一 2分之1 所以是2分之1 X5大一或等一 2分之1 相当于X5 大一或等一 把这个再加到这个里面去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单纯性表 是吧 像刚刚一样 我们用对有单纯性方法求解 用对有单纯性方法求解 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加了一个新的补充变量 这个时候我们得到新的机变量是X1到X5 飞机变量是X6X7 现在X1等于2 X2等于1 这已经是整数解了 你看 一旦这个是整数解 其他地方都是整数 是不是 这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的系数都是整数 是吧 所以你补充变量 右端向也是整数 所以你的补充变量 也应该是整数 是吧 你补充变量是右端向 减那个 前面那些部分 那最优解是多少 是2E 所以这个例子呢 告诉我们呢 你只要加有限制 这样加 最后就会把这个 你把这个 购物人给我加进去 就会把这个最优解求出来 那 这里可以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这个 我们刚刚把一个有效部分 是加到那个单身表里面 求他的 最优解的那个过程 最好的是用这个队友单身方法 我们可以跟大家回忆一下 当单身表给我们的时候 如果这是个 如果这是个G B是个G的话 这个G呢 G是什么意思 G表示是非奇异的是吧 一个方阵 是吧 OK 那个G呢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可 原始可行 就是这个是大F等于0的 那么这个G 就是原始可行 它对X是可行的 第二呢 是这个队友是可行的 就是这个reduce cost 是大F等于0的 这个reduce cost 大F等于0 正好相当于是 这个原问题的队友问题 那个不等式成立 是不是 所以这个G呢 是队友可行的 如果这个是大F等于0的话 所以呢 一个单身表 当它是最优的时候呢 它这个要大F等于0 这个也要大F等于0 相当于说什么呢 G要队友可行 要原始可行 OK 这个G啊 那 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的不等式 都是大F等于B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刚刚的那个 Gormel的哥加进去的时候 就是大F等于B 是吧 当一个不等式 大F等于B的时候呢 最好呢 是用这个队友 带自己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大F等于B以后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两边乘一个负的 这里加一个补充变量 你看如果这个C是大F等于0 C啊 是大F等于0 就是这个 这个reduce 对应于reduce cost 你看这张单身表 这张单身表 尽管这里可能是负的 但是这个飞机变量 如果把它当做G的话 这个飞机变量 底下的reduce cost 是大F等于0 这说明什么 说明X等于0 Y等于这个普通表 负B 这个变量 这个解啊 是对有可行的 它不是原始可行的 因为这里有个负的嘛 是吧 所以有这张表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 对有单身的方法的计算 然后我们再把刚刚那个 那个X5大F等于1 或者2分之1X5 大F等于2分之1 这个加到这张表里面去 大家注意了吧 当我们这个X 我可以来算一步 X5加这里 加这 那要加一个X7了 加一个X7 所以是两边乘一个负号 就是负2分之1X5 0 这是加那个补充变量 X7 再小一会等于负2分之1 那那个Reduce cost是多少呢 我们得照超这个地方 Reduce cost 2分之1 3 2分之1 3 0 好 这就是加了2分之1X5 大一会等于2分之1 这一行以后 新的初始单纯性表 从这张表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啊 如果我们要用原始单纯性方法 去解这个问题 你得从头开始解 而且还不行 你要把这个变成正的 因为原始单纯性方法 总是保持右端向的原始可行 所以原始单纯性方法解 这个问题是不好解的 你看 但是因为这个Reduce cost 是大一会等于0 所以我们可以进行对偶单纯性方法 对偶单纯性方法怎么做呢 就是把原始单纯性方法 如果大家还记得原始单纯性方法 90度 它的这个运算方法 90度掉个头 所有的这个规则 90度掉个头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这里有负的吗 如果没有负的解好了 如果有负的把这一行起过来 有负的负二分之一 是不是 有负的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 对于这一行里面 飞机变量 对于这一行里面 去飞机变量 这个负二分之一 就除以它 这个负的除以这边 看看除出来那个正的 那个其他最小 所以这里只有一个负的 可能是其他了 是吧 如果这有两个负的 这两个要除了以后 其他震的更最小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什么呢 保证做了 航出的变化以后 这个飞机变量底下 reduce cost还是大 所以你永远保持 对偶可行 OK 所以两边乘 两边同时乘一个负号 然后 把这个变成零 把这两边乘的负号以后 你看 这个加到这 就是这里加这 这里就 这里就变 就是会有一个一 这负二分之一加这里 就变成二 这个要变成零的话 我两边乘一个 负二 负二 这是一 这是负二 加到这里就是二 是吧 所以这样一步步做 把这个变成零 把这个变成零 我们就会得到什么呢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零零零零 我们就得到二一 二二一 你看 所以这样一步的话 你看 就把只做一次转读 现在新的机变量 是X1到X5 飞机变量是X6 X7 你看 三一 这个是reduce cost 这一步就把一次队友转读 就把这个最优解给求出来了 刚刚我们这个问题呢 是做两次转读 就是这个是飞机变量 这个是飞机变量 做队友的时候呢 这个要移出来 这个这个要禁机 这个也要禁机 所以要做两次转读 这要做两次转读 才做得到 不一定是 完全是一次转读啊 所以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们的这个割平面方法 求解大规模的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要做好多好多次的 这个线性规划 所以他可能要加好多好多 比如说要加一千个 这个看 构平面进去 加一万个构平面进去 所以 如果你解一个线性规划 可以节省一秒钟的话 解一万个线性规划 就可以节省一万秒 是不是啊 三千六百秒 是一个小时 那一万秒 差不多是三个小时 这就节省了很多工作量 就是一个线性规划 你节省一秒钟 在解这个大的整数规划的时候 如果你用割平面方法 解线性规划 加着割平面 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 的话 能节省一秒钟的话 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在解割平面 用割平面方法 求解整数规划的时候 把割平面加到线性规划里面的时候 最好最适合的方法 是对有单纯性方法 那写过这个整数规划程序的人 他们就知道 整数规划的程序 取决于 整数规划的算法呢 快慢 取决于很多因素 其中的一个因素 就是你如何设计快的 对有单纯性方法 不但是原始单纯性方法 而且是对有单纯性方法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我们在求解整数规划的时候 如果是你加割平面的话 你可以很快 如果求解一个整数规划 求解一个线性规划 如果标准的时间是一秒钟的话 那你用这个只要 你看我们只转一次组 那你加了割平面 去求解新的那个 加了割平面的这个线性规划 可能只要0.01秒 也就只要正常时间的百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 所以你就可以大大的 接约你的时间 这也就是现在的 所谓的商业软件 商业的整数规划软件 为什么非常有效的原因之一 他们充分利用了 这个对我单身方法 它的效率 在加割平面的时候 比如说Cpex 和Globy 他们的这个 这个分支割的那个程序里面 就大量的使用了 这个对我单身方法 OK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对我单身方法 这个哥们的割呢 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呢 那个求解这个 现行整数规划 事情好像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完美 但是 真实的情况呢 并不是这样 如果大家去编这个程序 如果你去算这个 稍息大一点的问题 比如说实为的问题 用哥们的割平面方法 去求解现行规划 一次一次这样求 一次次这样割 你就会发现 要加好多好多割平面 才最后能够把 整数规划的 那个整数点求出来 也就是说 要加好多好多割平面 最后那个兔包啊 才能被割出来 而且有一个特点 越加到后边啊 那割掉的那个部分越少 越加到后边 割掉的部分越少 所以到六四年代末的时候 就是哥们在五八年的时候 发明了 发现了这个割平面方法 到六四年代的时候 人们已经意识到了 单纯的 加哥们的割平面 还不能很有效的 求解现行规划 如果你只用割平面 单纯的 纯的用割平面 求解现行整数规划的话 不是很有效的 收敛的速度非常的慢 原因是 哥们人的割 越到后边越不有效 越弱 我们刚刚看到 一个割平面要有效 要很强 或者是说 最好呢 要能和这个 如果这个是Conex Hall 如果这个是Conex Hall 这割平面 这是原来的这个 不准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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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 这样割 一点点割 一点点割 就割一点点 割一点点 割一点点 每次都能割掉一点 每次都能把前面那个点割掉 每次都能割掉 但是割的越来越少 越来越薄 这个片 割的越来越薄 能不能找到一个割平面 直接就一下 割到这呢 如果割到这就好了 因为割到这 马上这个整数点就录出来了 是不是 那这样的歌 是我们最希望找到的 有没有呢 有的 它肯定在的 但是不是那么好求出来的 是不是 所以 在 在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很多人 他们就致力于 去 构建 强的 有效不得识 强的 有效不得识 几何上的说呢 就是这样的 有效不得识 直接能够把这个 整数点给录出来 把这个点给录出来 这样子 直接割到这 或者是割到这 能够把它割出来 如果能找到这样子的 强的有效不得识呢 那原来要割一百次 要加一百次割的 我现在加一次割 就把 把这个效果 同样的效果就割出来了 所以 找到强的 有效不得识 变成了 六七十年代 一直到现在 整数规划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研究的领域 很多人 就是因为发现了 一种强的 有效不得识 就可以用他的 写一篇论文 也就用他呢 可以用他的 大大加快 一个软件的 这个修炼的速度 OK 在 这个 商业软件 比如说我们刚刚 谈到了这个CPX里面 有很多割平面的方法 是公开的 他告诉你 我是用了这个 GOMERY割 比如说他一定用了 GOMERY的割平面 这是肯定的 没解决一次 现行割化 肯定用了 但是 他还有一些 不告诉你的 这是他的商业秘密 他不告诉你 我用了什么割 因为我告诉你 你也会去做 是不是 那你的算法 跟我一样快 我就卖不出去了 所以有好多 特别的 那个割平面 是他产生的 你可以看到他 他调用一个紫程序 但是你不知道 他调用的是哪一个 他没有发表 他的论文 他在很多会议上 也不讲 他这个Heuristic 是怎么做的 OK 所以每一个 每一个设计 这个割平面方法的人 他们都会有一套 如何寻找 有效的割平面 那下面我们就 转入我们的第二个题目 就是我们 在我们知道了一种 Gomerate的割平面方法以后 能不能找到更有效的 更强有力的割平面 那这就可能牵涉到 一些术语了 所以我简单给大家 介绍一些 这个关于这个 线形代数和图分析里面的 关于多包型的 这个 这个面的一些性质 所以我们现在要 研究的是这个多包型 就是 有界的多面体 可能是 可能是 挺复杂的 可以画得挺复杂的 这个多面体 我们要研究它什么呢 我们要研究这个多面体 如何刻画这个多面体 特别是我们要研究 这个多面体的面的性质 大家看到 多面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面是不是 这个不是很重要 这个没什么用是不是 这个面有用 一旦你知道这个面 你就知道了 这个多面体在这一面 不会超过这里是不是 所以你又可以用这个面的 不等式来刻画 这个多面体本身是不是 所以这个也没什么用 那在三维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可能交到这个点 交到这个点 可能交到一根线 这我们叫做零啊 或者交到一个面 在四维里面 如果是四个变量呢 那我们都看不出 几何的意义是什么 是吧 但是我们可以 类似的来定义 所谓的面 所以在三维里面 我们都看得到实实在在的几何图形 你说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面 是吧 这也是一个面 这边 这边你看 这边也是个面 是吧 这里也是一个面 是吧 在四维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必须借此 现行代数来定义 什么叫面 什么叫面 首先我们给大家一个定义 叫做 介绍一个定义 叫做是仿射 独立 这个跟现行独立有点像 大家还记得现行代数里面 什么叫现行独立吗 是指现行不相关 是不是 现行独立就是说 现行独立就是说 存在一组 如果是现行相关的话 就存在一组 不全为零的系数 它们和这个向量 相成相加 不等于零 是不是 换言之 其中的一个变量 可以通过另外一组变量 线性表出 是不是 就是线性的表出 所以大家都还记得 线性相关的定义 是线性无关 线性相关的定义 就是说 X1 是属于N为空间的 如果是线性独立 是当前仅当 任意的这个 alpha i x i i等于1到k 如果是等于0的话 一定推出alpha 1 所有的这个alpha k 都是等于0 是不是 线性独立就是说 如果你写成这个线性组合 那你这个x i一定是会等于0的 也就是说不可能存在 一组不全为0的数 不能有任何一个不等于0 使得它能够等于0 OK 这个叫线性独立 表示在空间中 这是独立的 互相不能线性表出的 独立的这个向量 而仿色独立是说什么呢 不存在一组 如果这个向量 不存在一组向量 不存在一组数 alpha i 这组数加起来是等于0 这唯一的条件 使得这个线性组合的是等于0的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线性组合等于0 而且这个alpha i呢 加起来也是等于0 那么这个alpha i一定是等于0的 OK 所以不存在不全为0的数 它的和是0 使得这个线性组合等于0 那我们就叫它仿色独立 那仿色独立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大家可能不是一下子能够觉得它很熟悉 它和线性独立有一个关系 这一点大家可能能够接受 就是仿色独立的话 那么 这个 其中的一个向量 拿来 大家去减这个向量 一定是线性独立 这个跟这个仿色独立是等价的 换言之 在平面上 三个向量 三个向量 这是X1 X2 X3 可以是仿色独立的 三角形的这三个点 它们是仿色独立的 OK 但是它们并不是线性独立的 是吧 因为平面上只可能有两个向量是线性独立的 对吧 在平面上 因为空间只有angle向量是线性独立的 那你看 X这个向量 和这个向量 你看X2-X1 X3-X1 这两个向量 这是不是线性独立的 你看这两个向量不共线吗 它就是线性独立的 OK 所以我们可以 大家可以这样来理解 仿色独立 就是空间中的K个点 如果其中的一个点作为这个向量的初始点 其他的点去减这个点 得到的这个向量 是线性独立的话 那么这K个向量带一块呢 就是仿色独立的 OK 比如说在空间中 这个是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四个点 这是个空间 这里有三个点 这里还有一个点 空间中四个点肯定是线性相关的 是不是 对吧 空间中的四个点肯定是线性相关的 OK 就是linear dependent 但是空间中三个点 可以是线性独立的 是吧 OK 你看这是 如果这是X1 这是X2 X3 X4 然后你看 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 还有这个向量 我这样画一下 大家可以看得出 这是一个 一个追 是不是 这是个菱形 你看 这三个向量是不共面的 这个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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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好像是这个样子 对吧 这个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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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向量是不共面的 所以他们是线性独立的 从而这四个向量是仿色独立的 就这个意思 引进这个仿色独立有点好处 就是说 它可以很容易帮助我们判断 这个 用我们来定义 这个面 定义这个空间中的这个面 比较容易来定义 一个术语 就是一个道具 它可以 可能帮助我们 比较容易来说 说清一件事情 所以 如果我们把这个 定义为我们的多包型的话 它是由一组不等式定义的 这都是半空间 这每一个如果是相等的话 它们就叫 割平面 是不是 或者叫超平面 OK 这个A是属于 M 这是乘以N 这是乘以N 这个是M行 N列 所以这个A X属于N 首先我们来定义 什么叫多面体的这个维数 就是它的Dimension 什么叫多面体的维数 多面体的维数 指的是 这个多面体当中 含有的 它含有的 这个仿射无关的点 最多的点 减一 所以一个多面体 什么叫多面体的维数 就是多面体中 你可能 在个上面 可能的点 最多的点 它能够形成仿射无关的 那个个数 在减一 所以一个多面体的 这个维数呢 指的是 这个最大的 能够仿射无关的点 K加1 在减一 就是K OK 如果叫满维的话 如果空间是N维的 这个多面体 也是N维的 那么就叫 是一个满维的多面体 那么多面体的维数 可以怎么样来 确定呢 如果这个多面体 是由线性不等式 和线性等式 组成的 可以这样来确定 如果这个多面体啊 大家每一个都是 小一个等于 没有等于的 因为这里可能有的 有的会相等吧 因为如果两个不等式 是相互相 一个AIX 小一个等于B AIX又大一个等于B 都都在的话 那么它就是相等的 是吧 如果这里都是 小一个等于的话 这就是满维的 如果有一个 有一个等式 你看如果是 有一个等式 说明这个 这个是在一个面上 其他的 在这个面上 在相交是吧 你就要简易为 如果有两个等式 说明 这两个等式 一交就交成一根线 是不是 说明你要 再简易为 在三维空间中 一个等式 一个等式 就表示 是在一个面上 是不是 如果两个等式 两个平面一交 三维当中 是一根线 是不是 就变成一维的了 OK 如果三个平面相交呢 大家想一下 三个平面 如果相交 有解的话 它一定是相交于 一个点 是不是 这个点的维数 就变成零维了 OK 所以是零维 一个点的维数 是零维 所以这个 如果你的多面体 是用不等式 和等式描述的 那么这个多面体的维数 等于N N就是这个空间的维数 减掉 这个等式的 那些等式的 那个质 就是等式的质 就相当于 有的等式可能是多余的 如果都是线性无关的 就是等式的个数 如果都是线性无关 就是等式的个数 OK 所以这个很好判断 多面体的维数 那多面体的 现在我们来定义 什么叫多面体的 这个面 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 所谓有效不等式呢 是指 对于一个 整数的集合P 那我们现在说 这个P啊 现在是个多面体 P也是个多面体 所以一个多面 一个有效 一个不等式 是一个多面体的 有效不等式 就是说 这多面体包含在 这个空间当中 半空间当中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PiX 小一倍等于Pi0 在这边 那这个多面体 包含在它当中 我们就说 这个是它的 有效不等式 OK 那我们这个 如果是整数点的 突包的话 那么这个 就是这个整数点的 突包的 有效不等式 OK 那什么叫 一个多面体的面呢 多面体的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 集合 这个集合呢 这是多面体呢 和一个有效不等式 相交 和一个有效不等式 和一个割平面 这是个割平面 不是有效不等式 相交 它交出了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叫它是 这个多面体的面 它怎么定义呢 你看这个Pi 在我们有一个 多面体 我们有一个割平面 是个平面 它和一个多面体 去相交 也就是拿这个面 去碰这个多面体 碰下来 胶的那个部分 这是个超平面 这个割平面 超平面是无限的 这个上下都是无限的 延长的 和这个相交 那在一个三维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交到什么 可能交一交 碰到一个点 是不是啊 可能交一下碰到一根线 是不是啊 也可能交一下碰到一个面 是不是啊 再没有其他的情况了 就这三种情况 碰到一个点 碰到一根线 碰到一个面 在三维的情况 那在四维的情况呢 那就可能碰到一个三维的东西 碰到一个二维的东西 碰到一个一维的东西 碰到一个零维的东西 是吧 所以呢 这个 这个Face呢 这个面呢 抽象的说呢 就是一个超平面 和这个相交 交出来的 和这个相交交出来的 这个F交出来的 这个 注意啊 这个不能交 因为这是个有效不能事啊 所以这个一定是 不会穿过这个P的啊 所以这个P一定不会 这样在中间穿过去啊 因为这个有效不能事 必须是 这样子的是吧 但是它可以是这个样子 是吧 它可以碰到它 但是不能穿过它当中 OK 所以一个有效不能事 它会 它会 如果就是一个 一个多面体的话 它 它有可能碰到这根线 碰到这个面 可能碰到这个点 OK 但是它不会穿过去 因为它这个是 有效不能事嘛 是吧 它可以 它要包含这个部分 那 那这里还有什么 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Proper 也就是说 如果交是空 非空的 也交出来不等于这个P的话呢 我们一般呢 是叫它是一个 Proper的那个Face 如果一个Face啊 用这个代替是非空的 当且紧张呢 这个求最大 等于派0 这个也很 很容易理解了 是吧 因为这个 是一个 小一和等一啊 小一和等一啊 所以呢 如果我拿这个 做目标函数 如果它能够碰到它的话 它能碰到它的话 那么求最大的话 在这里面所有可能的点 求最大的话 就应该求到这个值 求到这个值 如果一个Face是非空的话呢 我们就说这个Face 是support这个P 那这里有满 这一页里面有好几个概念 但是最重要的概念是这个概念 有什么叫Face 然后下面我们要定义什么叫Face 这个Face的中文的这个翻译呢 我提供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刻面 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更合适的这个翻译 刻面的意思就是 这个是一个面 但是这个面它的为数呢 正好是空间的为数减一 也就是说是所有的Face里面 为数最大的那个 但三维就是两维的这个面 所以这个Face 这个刻面呢 就是这个 这个最大的那个面 这个最大的面呢 就是我们最需要的这个面 如果把它 把一个多面体的所有的Face 也就是把它的这个 最大的这些面 统统找出来的呢 那么这个多面体的就被我们刻画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求凸包的话 我们只要把凸包的 我们要把整 要求整数的凸包的话 我们只要把那个凸包的 所有的这个面 这个Face的找出来就可以 而这个Face的呢 就是比原来这个空间的为数小一的 而这个不等式呢 或者是这个超频面 对于这个Face的超频面呢 这个不等式 我们叫做强有效不等式 什么 所以什么叫强有效不等式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效不等式 它对应的正好是这个刻面 那它就叫做强有效不等式 那我们最好是要找这个强有效不等式 而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Gomerate的割频面呢 不一定是强有效不等式 也就是说 它不一定会是描述这个面 它甚至不一定会碰到这个面 不一定会碰到这个点 它在这个外面可能是像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不等式最好是这个样子 就是强有效不等式 或者是这个样子 OK 而Gomerate的割频面呢 可能是这个样子 可能是这个样子 OK 但是我们记住 Gomerate的割频面 尽管不是强有效不等式 但是它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 它一定会把刚刚找到的现行规划 那个分数点的割掉 但是它可能割得很少很少 就差一点点 这个像切菜一样的 切一点点 而强有效不等式 一定是一刀切到最要紧的地方 就是一刀把这个东西切出来 OK 这个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一块石头 一块宝石啊 外边有好多泥巴 还有那个其他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 那你在外面看的时候呢 看不到这个宝石 省省发光是不是 所以你要用刀去切那个外面的东西 把里面的宝石切出来是吧 最好是切的 不要把这个宝石切掉 但是要正好切到这个宝石的边上 是不是 这样就看出来了 所以这是需要 很多的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是有效不等式的理论的 全部就是要找这个强有效不等式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如何找到强有效不等式 它能够代表这个这个Facet 代表这个科面 我们所有的任务就是做这个事情 那个你一旦找到了强有效不等式呢 找到这个Facet呢 那你就这个就不能再改进了 这个强有效不等式不能再强了 因为再强的话就跑到这个 这个脱包的里面去了 是吧 而任何不是强有效不等式的 这个这个Facet呢 其实呢它都是多余的 OK 你就可以把它去掉了 如果你能找到强有效不等式的话 所以这一slide呢 的意思就是说 它我们可以定义一个Facet 它是为数最大的这个Face 它对应的强有效不等式呢 是最强的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下面这里有 这是我们的多面体 这是我们的多面体 一共有五个不等式 这里一共有五 一二三四五 我们的整数点呢 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当然我们不知道 我们如果不画图的话 你不知道整数点在哪里 OK 那割平面的话 要做什么 我们我们寻找割平面的目的 其实要把这个整数点的图包 给割出来 是不是 把把整数点的图包给求出来 求不出来呢 你最好是把把这个图包 外边的这些部分的想办法 用割平面把它割掉 最好是找墙有效不等式 能够一次碰到这个 碰到这个图包的这个面 所以最好找那个刻面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 我们这个刻面呢 一共有四个面 一个面 两个面 三个面 四个面 对吗 你看 一个面 两个面 三个面 四个面 当然我们说 这个你不是 不一定能够求得出来 但是我们知道它是有四个面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不等式 这个割平面 往下割 这个一半 所以这是个割平面 这个割平面 确实把这个点给割掉了 是不是 这个点 有点像我们 哥们的割平面里面 可以把 那个分数的顶点给割掉 这个第一次解出来的线形规划 第一次解出来线形规划 所以我们把这个顶点给割掉了 割掉了 顶点割掉了 这个割平面 是不是 刻面了 这个割平面 是不是强有效不等式呢 是吧 不是 强有效不等式 指的是 这个不等式 它和这个突包的交集啊 代表的一个 刻面 你看 它和它甚至连交集都没有 是不是 OK 不是强有效不等式 OK 但是 这个方向的不等式 最强最强 就是说 如果这个方向的不等式 同样是跟它平行的不等式 最强最强能强到什么 和这个点相交 相碰到这个点 是吧 OK 即使是碰到了这个点 它的交集只是一个零微的 一个面 它也不是强有效不等式 要这样子才对 是不是 这样子切 才是一个强有效不等式 才是一个facic 那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强有效不等式的理论里面呢 我们如果不能找到刻面了 最少能够找到一个面 能够和它相 能够碰到它 那像这个就是弱的有效不等式 像这个就叫强的 割平面 是个强的割平面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刻面 你看 这不是一个刻面 要这样才是一个刻面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图里面 有没有刻面 前面我们解的这个 例子里面 这个 这个不等式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强不等式的 原变量的等价表示 它是 这样割的是不是 这样割 把这个分数点给割掉了 同时这样割了以后 这个 它相交的这一段 是几维的 一维的是不是 对吗 因为这个是二维的嘛 对吧 这个交出来 这个是一维的 所以这是一个刻面 这是一个facet 这是个facet 所以这个不等式是个强有效不等式 所以这个不等式定义了一个facet 所以一下就把这个整数点给割出来了 是吧 所以这个 是一个强 强 强 这个不是一个强 这是一个强 但是它不是一个 这是这个面能够得到的一个更强的 更强的 但是它还不是强有效不等式 它还不是facet 只有 只有当 这个 这个样子 跟它 这个 它的割面 就是它跟它相交的是个异为的 才 才算 所以下面的话呢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寻找 有没有什么整数规划问题 可以让我们能够从头到尾来构造一个强有效不等式 我们已经知道了 哥们的歌不一定是强歌 不一定是facet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整数规划 能让我们把 能让我们把这个强有效不等式构造出来 也就是说 能让我们把这个facet 把这个facet 把它找出来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 01背包问题 它的那个 facet应该怎么样来寻找 为什么要找这个01背包问题 作为 我们 寻找它的刻面 就是它facet的这个例子呢 主要是因为01背包问题的 这个可行域 是我们整数规划里面 最简单的01变量 只有一个约束条件 而且 这个问题在许多的这个 实际建模的整数规划里面 往往是作为一个 指问题的 一个约束条件 所以呢 研究 把这个问题研究拓了的话呢 很有利于我们 去 对其他的更复杂的整数规划的可行域 构建它的那个facet呢 能够对 对我们 这个 更进一步的研究呢 会有启发 实际上呢 即使是这一论问题呢 它的这个有效不能式呢 它的那个刻面的构造呢 都不是那么简单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有效不能 这个 这个 这个可行域的样子 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大概在 大家在这个几何上 能够想象的出来吗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首先 这个 01在N维空间当中的 所有的点呢 它应该是一个立方体的顶点 是不是 N维的立方体的顶点 是吧 所有的点 是顶点 但是这个可行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OK 比如说三维的情况 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 假设这个点是 0 0 0 三维的时候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 0 0 1 是吧 这个就是 0 1 1 是吧 这个就是 1 1 等等 这个就是 0 呃 这个就是 10 呃 0 是吧 101 对 101 啊 等等 呃 反正一共是 三维的时候 一共是八个点 是吧 这个背包问题的 可行域的顶点呢 是需要满足 这个不等式的 你看 AI呢 是大于等于0的 B呢 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呢 会有一个切平面呢 哈 它的这个 反向量是 朝着这边 所以是大于等于 啊 朝着这边 大于等于 然后小于等于B 是不是啊 所以会有一个 反向量是这样的方向 这个反向量的方向 指向这样的 呃 是一个A 是吧 A1 一直到 AN 这样的一个反向量 这都是大于0的 所以反向量是这边 然后这个割平面是这边 这个切平面是这个样子 会把这个切一下啊 打个比方说 我们切一下 切成这样 呃 就是好像这里一块 一块这个豆腐 是吧 来把刀 这样 一切 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一这样一切 切掉几个点了 切掉了这个点 是吧 切掉了这个点 是吧 好 切掉两个点 那下面 这个 就这个 的 突包 这个顶点的突包 应该是什么样子啊 切掉了两个点以后 剩下了多少个点啊 剩下六个点是吧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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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四个点还在 是不是啊 这四个点没有被切掉 所以这两个点 和这四个点 呃 对对对 和这四个点 所以就应该 突包的样子 应该是这个样子 然后再 这个样子 所以是一块 是一块三明治的样子 是吧 突包啊 突包应该是 这四个点 和这两个点 做突包嘛 所以是一块 三角形的 这个三明治的样子 OK 切了以后 大家想想看 这三明治的样子呢 那这个面 就是个切面了 是吧 这个面 这三明治的 这块小三角形 这对冲呢 还有一个 这一块也是 这一块也是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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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这一块 这一块 也是 是吧 OK 大家还想得出 其他的样子吗 比如说 我切 这个 是这样切的 我是这样切的 这样切 把这个也切掉了 然后 切到这 把这个也切掉了 也就是说 是这样切 这样切 但是 我把这个点 给切掉了 把这个点 给切掉了 把这个点 这个点都切掉了 但是这个点还在 OK 所以现在是切掉三个点 还有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四个点 五个点 五个点 要做他的秃包 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是 这里一个面 这里一个面 然后 这里一个面 是不是 所以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一个锥 是不是 那里四个面 这里一个点 所以这个锥的话 这个面 这是个三角形的面 这也是个三角形的面 这边是个三 一共有四个面 这边一个面 这个面 一共有四个三角形的面 OK 好 即使是一个 三维的空间中 这个N等于三了 这个切出来的 这个秃包的样子 就还挺多的 是不是 挺复杂的 大家想一下 如果是N维的话 那这个面 更复杂了 是不是 所以要把他的这个 要把他的这个 所有的facet 都描述出来 根据这个AIBI的情况 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 尽管这个 有不同的情况 但是好像会有点规律 就是如果哪个点在的话 它应该是三角形 如果哪个点不在的话 应该是 像一个三明治的样子 是吧 所以 人们就总结出了一些规律 那么下面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面有一些规律 就是如何来寻找 这个的facet 就是要寻找 这个 一个割平面 它和 要寻找这个 上的一个割平面 它能够和 这个 它能够和 这个 它的这个 为数呢 是 它能够找到 N N个仿射 无关的点 所以它的为数 就是N减E 是吧 原来的这个 这个 这个的为数 是N为的 这个 这个为数是N为的 为什么呢 这个很简单 我们只要在 这个兔包的 这个上 这个图包上找到 N加一个 仿色无关的点 这个点是整数点 满足这个要求的话 那么 你看 这个0 带进去 肯定满足 是不是 0肯定满足 是吧 然后这个单位 限量带进去 肯定满足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任何一个A接 都不会比这个B 更大 是不是 所以你用 1000带进去 肯定对的 0100带进去 也肯定对的 这一共可以带进去 N个 是不是 这里是用小N吧 我们统一用小N 所以 一共有N个单位 限量加0 然后这个单位 限量去减0的话 减出来正好是 线性无关的 是不是 OK 单位限量是 线性无关的 所以这个就 你就找到了N 加一个仿色无关的量 所以这个的为数 它的图包的为数 是N为的 那 我们要找 这个图 就是说 这个图包的为数 是N为的 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找的是 它的这个N减英维的 这个facet 有一些facet 是很简单的 用眼一眼就看出来了 哪一个facet呢 就是说这个 坐标面 这N个坐标面 肯定是facet 哪N个坐标面呢 这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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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底下这个面 不是 这个面 这个面 一共三个 这个面 这个面 还有 一个 两个 三个 为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呢 这个 我把这个 你看 我可以在 xk等于零 xk等于零 这个超平面 这是大一个 等于是个不等事 那么xk等于零 这个超平面 我去找什么呢 我去找N个 仿色无关的点 满足这个xk等于零 你看第一个点 零 肯定是满足的 零是属于它的 然后呢 我再找这个 单位项量 这个 这个谁啊 1阶 单位项量 单位项量是指的 这样的项量 0001 000 这里 阶一个分量是1 然后我除掉 这个阶啊 阶属于这个 1到N 但是呢 这个阶呢 不属于k 不属于这个k 不属于这个k 所以 不属于k的话呢 那么这些单位项量 在零这个分量 这个地方都是等于零 是吧 所以xk等于零 主要 这个 这一共有多少个单位项量呢 这是个零 单位项量是N个 去掉那个dk个分量 等于1的那个单位项量 那么 这些项量肯定是仿色无关的 仿色无关的话 我可以验证一下 这个减零嘛 它是线性独立的嘛 OK 那 xk小F等于1 就是这个面 就是这个面 这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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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面 是不是facet呢 就不一定了 为什么这么说 那 这就取决于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刚刚的这个 那 这个就不是facet 是吧 这个里面 这个三面字 这个 这个就不是facet 是吧 不是了 那 这取决于呢 取决于你是不是 拿这个dk个aj 如果它是facet呢 这是个充分条件 这是个充分条件 我们这里说的都是充分条件 充分条件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满足 它就是 但是是的话呢 不一定 它不一定 如果aj加ak 小又等于b 对任意的k 属于 这个除掉k以外的 这个1到n这个指标 意思就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ak这个分量 ak这个aj这个分量 和这个ak这个分量 加起来 如果是小又等于b的话 那 每一个这样的阶 除了和k不一样的 这样加起来 小又等于b的话 那么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可以 用 这样子的分量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地方是1 第k个地方是1 其他都是0 这样子的分量 这也是0 1 0 这也是1 其他地方都是0 其他地方都是0 这是第j个位置 这个是第k个位置 是吧 这个分量肯定是等于 1j加上1k了 是吧 这个分量和1k 1k肯定是属于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每一个阶 都是小一b的 所以单位限量 肯定是属于 在这个里面的 所以1k和它这些都在一块 是n个仿射独立的 仿射独立的 这个向量 而且这些向量呢 它dk个分量呢 都是等于1 你看这个dk个分量 也等于 这个dk个分量等于 而且它们是仿射独立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分量 减这个分量 大家都去减的话 你就减出n减一个 性性无关的向量了 所以这n个就是仿射无关的 记得吧 所以你要找刻面的话 就在这个 就去找n个仿射无关的点 满足这个相等 满足这个 所以这个xk等于1 这个面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多面积的 这个面 这个面 还有这个面 这三个面 要是刻面 必须是这个条件满足 咦 就验证一下这个条件是否满足 好 我们现在就找出来了 这个坐标面 等于0的 首先坐标面 肯定是的 然后呢 上面这个等于1的这个面呢 这个三个面 是不是呢 就不一定 OK 要看这个 但有可能是 那有没有更复杂一点的呢 你看我们这些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三明治的这个面 和那个 这些三角形的这个面 比这个更复杂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能牵涉到 更复杂的 X1 X2 X3 这样的面 所以我们要来定义一个叫 minimum cover 最小覆盖的这个概念 最小覆盖是什么呢 最小覆盖就是这个 这个系数的这个指标 一个子集 这个子集呢 你把它通通 令X J等于1呢 这些系数加起来会大于B OK 就是 这里是AJ XJ J 属于N了 是吧 我们原来是小一个等于B了 是吧 OK 所以你要小一个等于B的话 你如果是令 所有的XJ 都等于1的话 这些 肯定装不下了 是不是 肯定要大于等于它 所以你这个AJ 通通加起来 肯定是大于B的 对吧 肯定装不下了 那 什么叫覆盖呢 覆盖就是 这个N的一个子集 这N的一个子集 它的一个子集 这个子集呢 把对应于 把对应于 C的这些指标 这样加起来呢 它肯定是大一笔的 但是 最小覆盖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你去掉任何一个 你去掉任何 它就小个等于B OK 所以覆盖呢 是那些系数的指标 第几个第几个东西 那些东西加起来 肯定是装不下的 但是你去掉任何一个呢 它就装下了 所以好像这些指标 把这个背包给盖住了 是吧 把它盖住了 所以它叫一个cover嘛 是吧 所以什么叫minimum cover呢 就是cover去掉一个 它就不是cover了 就叫做是一个最小cover 那么这个最小cover 有一个什么 如果你发现一个最小的cover的话呢 其实cover也可以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最小cover 那么这个不等式呢 就是一个有效不等式 什么不等式呢 是说你有一个cover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cover对应的指标 这个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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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接 接 属于这个cover 小二等于这个cover 这是 这个结对值的意思 这个不是结对值啊 指标级的个数 减一 ok 如果这个c 是一个最小cover 我们一定有 这个是有效不等式 为什么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有效不等式的意思是什么 是指任何一个点 什么叫有效不等式啊 回忆一下 这指任何一个满足原来那个可行域 满足这个可行域的点 它也一定满足它 是不是啊 ok 这才叫有效不等式吧 对吧 所以任何一个点 x接 如果是 任何一个x 如果是属于这个s 属于这个s 这个s是指 这样子 0 1 n 然后sigma a接 x接 小A等于b 接 A等于n 它一定满足它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如果是 这个任何一个x 任何一个 如果这是cover的话 这个不等式一定必须成立 为什么呢 你想 你想 这个不等式 小A等于 它的意思是说 这个等于1的个数 这里等于1的个数 因为这个x接 是要么起0 要么起1 是不是啊 这个意思 这个不等式的意思是说 x接起 在cover里的指标 起1的个数 不可以超过 cover的个数 减1 是不是啊 是吗 会不会超过呢 如果这个c 是一个cover的话 那我们刚刚说 它是 它加起来 是会大于b的 是不是啊 所以 cover里的x接啊 cover里的这个接啊 对应的x接啊 可不可以 大家读起1呢 不可以的 因为这些读起1的话 相应的这个 相应的这个 A接啊 如果读起1的话 这里都是1的话 那么接 属于c的话 这个数 肯定会大于b的 是不是啊 所以是不行的 不可以读起1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 这些x接 这些x接啊 大家加起来 不可能超过 这个的数 减1 是不是啊 OK 所以呢 这些个 等于1的 这些个 这些数加起来呢 永远不会超过 这个小 等于 这个 这个减1 如果原来这个 比如说我们是 等于3 如果我们这个是 123 这个cover 说明什么呢 说明 A1 加 A2 加 A3 那是大一个 等于b的 是不是啊 是大一b的 是不是啊 大一b 也就是说 A1 A2 A3 对应的那个系数 x1 x2 x3 不可以同时起1的 起1的话就不满足了 是吧 OK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 x1 加 x2 加 x3 这三个数啊 永远不可能 越紧嘛 所以一旦我们找到一个最小cover的话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有效不等式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有效不等式 OK 我们举一个地址的看一下 这是个七维的 这是01变量 它的系数 我们 为了方便起见 都是从大到小排序 它小一个等于19 那我们找找它的最小cover的集合 你看最小cover cover是什么意思啊 cover是说 它们的系数加起来就会大于右端下 是不是啊 最小cover是 它们加起来会大于右端下 但是你拿掉任何一个它就会小 是吧 所以你看 123 123加起来 11加6加6是12 这是23 是不是啊 23肯定是大于19了 所以这个x1 x2 x3 加起来不可以超过2的 是吧 不可以超过2 可以两个等于1 但是不可以三个等于1 是吧 三个等于1的话 这个就会超过19了 是吧 所以如果x属于它 那么这个x一定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这是个有效不能是 OK 你看这是多少 这是三个减1来的 这23减1来的 那再看一下 126 126 这是11 64 这是21是不是啊 而且这个21 所以这是个cover 而且是个最小cover 如果你去掉4 如果你去掉4 去掉6 去掉11 肯定是就满足了 是吧 你看11加6等于17 小于19 是吧 所以去掉一个就满足 156 156 这是9 这是1 这是20 是吧 20也是个cover 而且是个最小cover 还有3456 这个更大 你看3456 10 这是10 20 而且去掉任何一个都小于19 那你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 那我们举了4个 这四个你看最后一个注意啊 就是3456 小于19等于不是2了 这这四个减1是3了 OK 也就是说这四个不可以同时等于1 所以可以有三个 所以他们加起来不可以超小于3 OK 那你看 这个覆盖导出来的这个有效不等式 就比前面这个 x1等于0 x1等于1 这个会更好一点 它就有可能会刻画出 这个样子的 中间这个样子 更复杂的这个不等式 OK 有了最小覆盖 然后有了最小覆盖 对应的这个有效不等式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有效不等式啊 它的系数都是1 那么是不是真的那些刻面 这些facet啊 会不会正好系数都是1呢 不一定的 有的系数可能是2 有的系数可能是3的 所以你光光从最小覆盖 还不能把更好的那些刻面找出来 所以我们呢 看一看 有没有可能能够把一些系数 啊 就是换成更大的系数 你看换成更大的系数 就会更紧嘛 是不是啊 OK 是吗 这个左端越大越好嘛 是吧 左边越小就越弱嘛 所以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系数换成2 换成3 换成4呢 如果能换的话 你就得到了更紧的不等式 OK 右端要越小越好 左端要越大越好 你得到不等式就更紧 那我们给出一个定义 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 能不能找到 一个最小覆盖对应的不等式 找到它最强的不等式呢 那么找到它最强的呢 那就是说 我们要定义一个不等式 哪个比哪个更好 也就是说 在几何上来说 像这样子的不等式 如果这里有个不等式 那么这个 这里有个不等式 这里有个不等式 那么这个最好 是不是啊 最好 最好是这个最后能够碰到这个 这个多面体 这个凸包 碰到了以后 你再不能更强了 同样的这个系数 你不可能更强了 所以最好我们能找到最强的 所以我们说 一个不等式 dominant 就是控制另外一个不等式呢 是指的它呢 由这个不等式呢 这个不等式的 这个半空间呢 是包含在这个不等式里面 那这个就 这个就比它更强 这个更大的就更差 所以越强越好 OK 如何来加强一个最小覆盖得到的有效不等式呢 其中的一个办法呢 就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这个有效不等式 就是说能不能在这个集合的里面再加 加一 我给你一个有效 最小不能式 最小覆盖 三四五六 你看 三四五六 一共是六加五加五加四 所以是二十 是不是 那我问你 咱们这个三四五六 能不能再加一点指标 加一点变量进来 三四五六 能不能再加一些变量进来 也就是说 其他的那些变量 和这个合在一块 也不能超过三 想得到吗 三四五六 这四个元素 不能同时等于一 是不是 所以他们加起来 肯定比三更小 是不是 那我说 二 他跟二加起来 是不是 五个加起来 不能有三个 四个等于一 只能有三个等于一 因为他的系数是六 六比这里面任何一个都大 是不是 你们这三个 你们这四个 只能有三个等于一 那我这个加进来 这五个加进来 是不是也只能有三个等于一 你就加强了 你就把这边加大了 是不是 那能不能把这个X1 也加进来呢 可以的 这六个 因为这个11 一加进来 它就是11 是不是 所以这六个加起来 六个里面 也只能有三个等于一 你看 我刚刚是说 四个加起 四个只有三个 但我六个加起来等于一 所以这样 我们就把这个 三四五六 这个最小覆盖 就扩充了 这扩充的条件 就是说 你加进来的 那个变量 对应的系数 要比我的所有的系数 都要大 或者是相当 能不能把这个X7 加进来呢 能不能把它加进来 X7的系数是一 所以X7的系数 这个一加进来 是没用的 因为有可能什么 有可能这三四五六 其中的三个 你看 五五四 三个等于一 只占掉多少 容量只占掉十四 是不是 我再加上一个X7呢 它的容量是一 是不是 我还是满足 这个背包的要求 所以这个就 这个不等于 就不有效了 小一等于三 就不对了 是不是 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 叫做说 Extended cover 就是扩展的这个覆盖 扩展的覆盖 就是把那个指标 它对应的系数 都大于等于 所有的当前的覆盖 里的指标 我们就把它叫做 扩展的指标 扩展的指标 加起来以后呢 这个不等是 能是有效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扩展进来的 新进来的那些 它的系数都大于 不等于所有的 所以新进来的系数 和现有的在一块 都不能 都不能有超过 这么多个同时等于一 所以它们会 所以扩展的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对刚刚的这个 以致的这个 minimum cover 能加强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前面那个例子 前面那个立体1啊 这个 我来算一下 你看 123能扩展吗 123 没法扩展 是吧 你加不进任何一个 是吧 126 126 能不能加呢 也不行 因为 没有 没有比11更大的数了 是不是啊 OK 156呢 也不行 凡是你这个 11进来了 就加不进了 3456呢 3456 可以加 6可以加 这个x2可以加 这个11 x1也可以加 所以我们就得到什么呢 我们就得到了 1 x1 x2 x3 x2 x2 你看这个不等式 比这个不等式更强 是不是啊 比x3加x4加x5加x6小微等于3 更强 它dominant的那个 也就是说 它如果满足的话 这个肯定也是满足的 所以啊 我们下面可以证明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说 如果一个最小覆盖 它正好就是等于所有的这个指标 那么它就是一个覆盖 它就是一个facet 这个最小覆盖 组成的就是一个facet OK 就正好就是个facet 那这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背包啊 这是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出现啊 就是说这个背包约束是这样子的 这背包约束 就大家一起加起来呢 大于19 但是你减掉任何一个呢 都小于19 也就是说 那个背包的容量 只能装 不能把所有的东西装进去 但是你拿掉任何一个 它都可以装进去 是不是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证明啊 我们可以证明啊 如果是这个最小覆盖的样子 是这个样子 它正好等于全部的指标的话 那么这个最小覆盖不能是呢 就一定是一个刻面 就一定是一个facet 这个很容易证明 你要证明它是个facet 你只要证明什么 只要证明这个相等的这个式子啊 有多少个 有n个纺色独立的点 满足这个相等 那么它的为数就是n减一为 n减一为的面呢 就是facet 所以你要证明这个等于 这个变成等式的时候 上面有n个仿色无关的量 那我们可以 那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定义rk是等于 这个去掉一个k 去掉一个k 我们看到 这个rk 这个分量表示呢 凡是这个 都等于1 其他的都等于0 ok 所以这个是 这些个分量呢 是满足这个减一的 为什么呢 我 我这里面去掉一个 这里面去掉一个 而且去掉一个 这个呢 因为c的为数正好是n为嘛 这个c 这个覆盖正好是n为嘛 所以这里一共有多少个呢 一共有n个仿色独立的量 这些变量是怎么来的 这个变量是什么 是大家都起1 只是把第一个去掉 把在当中的第一个去掉 把这个dk 这个去掉 这个k啊 属于这个c 所以我把这个c啊 等于说 比如说是3456是吧 比如说是 我们这个c啊 是等于1234 它就是n嘛 那我就第一次去掉这个 第二次去掉这个 第三次去掉这个 第四次去掉这个 那第一次去掉这个 就是0 其他都起1 1 1 然后是 1 0 1 1 还有是 1 1 0 1 还有是 1 1 1 0 你看这四个量 是不是都满足 那个 背包约数啊 因为我去掉一个就满足了嘛 去掉一个就满足了嘛 而这四个量 是仿射无关的 这四个量是 肯定是仿射无关的 OK 大家可以验证一下 为什么这四个量 是仿射无关 这一个0 其他都是1 这一个0 其他都是1 所以它的为数呢 它的这个为数呢 就是N减1为 所以它 都是相等的 这里都是相等的 你看 这三个1嘛 四为了 这里是三个 所以证明一个 课面 证明一个 一个超频面 是课面 其实很简单 你就去在这个课面上 找 N个仿射无关的点 验证它满足这个 满足这个 在这个超频面上 就可以了 其实后边我们都有 这个 你看 接下来一个性质说 接下来一个性质说 如果这个CR 是一个最小cover 而且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 它的 这个扩整的cover外边 找一个扩整的cover外边 再找一个指标栏 再找一个指标栏 这个找这个最小的这个指标 在外边找一个最小 记住 我们的系数从大到小排序了 所以你找一个cover 在它的外的扩整的外边 再找一个是找 最左边那个 这个系数最大的那一个 就是它的指标最小的那一个 把它拿来 你从这里面去掉一个 任意去掉一个 把这个最大的这个拿掉 再加上这个就小又等于B了 那么这个一定也是一个刻面 OK 这个定理的意思是说 什么时候最小覆盖会是刻面呢 这种情况也是 刚刚这种情况也是 这种情况也是 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你在扩整外边拿掉一个 而且这个扩整 是不变的 就是扩整和它本身 就是说它不能扩整 扩整和它本身是一样的 那么你从外边拿一个最小的拿来 跟它加在一块 如果是小一B的话 那么它就是一个刻面 这个证明呢 就是去找 这里我就不说了 这个证明就是去找 N个组合起来 满足这个要求的指标 它的那个向量 这个向量是仿色无关的 所以这个向量表示 属于它的 属于这个指标的是等于1 其他都等于0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记号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记一个X 是某一个指标 某一个指标 比如说某一个T 说的是这个向量 这个都等于1 其他都等于0 就是这个指标属于T的地方等于1 当然不一定是在前面 前面这几个了 其他地方等于0 我举个例子吧 假设我们有一个五维的背包不等式 这个右端向是178 左端的系数从大到小排好序了 OK 那我们考虑下面这样四个最小覆盖 你看1 2 3 这三个数加到一块就大于178了 但是你把任何一个数去掉 它肯定小于178了 类似的还有1 2 4 5 1 2 4 5 还有1 3 4 5 还有2 3 4 5 2 3 4 5 这是90 这是106 196 196大于178 你去掉任何一个肯定小于178 所以这四个都是覆盖 所以我们得到四个有效不等式 是不是啊 这四个有效不等式 能不能确定它哪一个是facet呢 就是说你不可以再加紧 不可以再更紧了 那我们看一下 1 2 3好了 你看1 2 3是不能扩充的 1 2 3 因为这个最大的被你包含进来 是不是啊 所以1 2 3 它的扩充的11和11是相等的 那么它对应的有效不等式是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 刚刚这个定理是说 如果在扩充的这个在这个C的外边 找一个指标最小的换进来 和这个最大的换 它就小于B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1 2 3外边不属于1 2 3指标 系数最大的是哪一个 是第四个是不是 第四个 第四个 如果我们把第一个最大的这个换成第四个 就是5353加45 这是106加45 151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是小于178的 所以你把这个最 外边这个最小的这个 第四个换进来 就变成了246 是吧 这个是小于175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刻面 它定义了一个刻面 它等于2 这个超频面 定义了一个刻面 也就是说这个是不能加紧的 这个就是最好的了 不可能再好 OK 好了 下面最后一个任务是刚刚我们说的 你确定的哪一些是最好的 还有一些可能不是最好 还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这个可能不是最好 这个可能不是最好 那你怎么办呢 有没有办法使它这个系数 从1提高到2提高到3提高到4 使它变得更紧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下面要回答的问题 这个叫做提升 叫lift 这是整数规划里面 强有效不等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lift 或者叫lifting lifting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提升 要这样提升 也就是要把这个x1 比如说x2加 比如说x3 x4 x5 x6 比如说小个等于3 这个不能是 那么它提升的更紧一点 更紧一点 比如说我们要提升 在这前面加一个x1行不行 加了2x1行不行 加一个3x1行不行 就是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把一个不能是提升 叫lift 那么怎么提升呢 我们考虑一下 你看啊 就是我们第一个例子 这个右端上是19 大家还记得 3456 3456 它们合在一块超过了19 而且它是最小的 所以这是一个有效不等式 但是它不是最强的 我们下面来看看 能不能提升这个有效不等式 怎么提升呢 就是我们注意到 这个3456啊 我们没有把x1 x2 x3 这前面能不能加一点进去 加一点东西进去 几点东西进去 就是像打那个木桩一样的 能不能把这个x1 x3 x4 x1 x2 x3打一点进去 使得这个不能是变得更紧了 那我们注意到 这个当x1 x2 x2 x7还有x7等于0的时候 这个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对这个能能是有效的 对吗 其他都等于0嘛 反正我这里没有x1 x2 x7嘛 但是如果x1 x2 x7 不是等于0的时候呢 它会不会 可不可以把它弄得更强一点呢 比方说 我问你 我能不能加一个x1进去 前面取一个alpha1 这个alpha1是大于不等于0的 使得任意的满足 你看我加了alpha1的话 那你看我加了alpha1的话 这个x1 一旦我加了这个的话 它就必须对 它什么时候对它有效呢 这个不等式我把x1放进来了 对它有效呢 因为其他的我可以起0嘛 x2 x7我可以起0嘛 是不是啊 就是我要问你 这个不等式什么时候对 这个去掉了 我令了x2令了x7 对0的 这个背包不等式 什么时候对它有效 也就是说我要推出 它成立 它一定成立 这样子 反过来 就是说 它成立 它一定成立 有效嘛 就是如果某一个x属于它 它也一定会属于它 那如果我可以把这个alpha1找出来的话 那我就可以加强了 比如说alpha1不等于0 那怎么找呢 你看 它成立 就是这个不等式成立 是吧 那如果我能把这个x3 x4 x5 x6 最大的那个找出来 就是我看一下 x属于满足这个约数 什么时候 这个会最大 当然x1起1哦 你x1起1是你能起到最大的嘛 是不是啊 x1起1 这个最大的 所以它小于19 所以它小于19 减11 这个数最大能起多大呢 如果我能把那个最大数给求出来 那么 我这个alpha1我大概就能知道能起多少了 是不是啊 因为alpha1这里是x1让它起1啊 最大是起1啊 x等于0也可以 x 因为x1要么等于0 要么等于1 是吧 等于0没有影响 等于1 那有可能就不成立了 是不是啊 那我如果知道这个最大等于多少 那我就知道这个alpha1到底能起多大 能起1吗 能起2吗 能起3吗 是不是啊 因为x1最大等于1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成立 19减11 是等于8 是不是啊 等于8是吧 我看一下这个 数最大能等多少 看看它最大能等多少 所以我就知道alpha1最小能等多少 最大能等多少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最大能等多少 这个最大会占掉多少容量呢 相对于说你最大会占掉我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个背包问题 是不是啊 这个x1 x4 x3 x4 x5 x6呢 是可以是线性规划 是吧 你可以解它 把它当做一个线性规划来解 是不是啊 当然你可以当做一个01背包问题来解 但一般来说 这是个线性规划最好是 是吧 这个线性规划是可以解的 怎么解啊 大家记得背包问题 如果是线性松弛的话 它的线性规划就是按 把它们的比例按大到小排序 是不是啊 排出来怎么样 排出来从大到小起最后一个还有多少 就起多少那个分数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最大呢 我们求出来了 它是等于2 这个最大等于2 这个数最大只会等于2 如果在这个满足的情况下 这个最大 也就是说这里最大会占掉2 是不是啊 那个3 你看3减掉2 所以说明这里还可以取一点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这个我还可以起1 我还可以起到1 所以这个α1可以等于1 到x起1的时候 你看x1等于0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管它 所以呢 这里只会占掉2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起1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前面再加上一个x等于1 x1加进去 ok 它还可以加进去 啊 没有问题 那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α1呢 是可以小 sorry 这个最大是 哦 我刚刚说错了 刚刚这个 这个地方最大会等于1 最多只会等于 不是等于2 这个小1等于8的时候 这个最大是等于1 所以这是3减1 这个α1乘以x1 可以等于2 说明这个α1可以等于2 ok 还可以多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 这个不等式可以加强为什么呢 可以加强为2x1加x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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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1等于3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算出来了 这个最多啊 这个最多不会超过1 所以我这里就可以起2 ok 好 利用这个想法 我们就可以一个系数一个系数的来固定 你看我固定了x1以后 我还可以看一下x2可不可以加进去数上 ok 所以我可以先加了这个2x1加x3加这个 我还可以加一个x2看看能不能加进去 当然也可能加不进去 也可能加得进去 ok 所以一般的说我们可以这样做 就是说加了一个以后我们可以再加一个 一个个加 我们看看这个alpha阶最大可以等多少 但有了再有了一个最小覆盖不等式以后 那这就是下面这样的一个啊 lifting的precision 这个lifting procedure很简单 假设我们已经加了一个加进去了 然后下面我们就解一个背包问题 解一个背包问题 让这个新的这个下面没有加的那个让它起1 右端向去减掉它的系数 然后我们呢求这个背包问题的最大的 求这个背包问题 看看这个背包问题 它的那个最大等于多少 ok 求这个背包问题 这个最大值等于多少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系数再减掉它 就是它的这个系数能够取得最大的多少 ok 我举一个例子吧 大家看这个算法可能看得迷迷糊糊 我们看一个 看立体 立体一固有七个变数 七个变数 我们知道三四五六是 是这个最小覆盖 前面呢我们已经加了 alpha1等于2 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 alpha1可以等于2 alpha1可以等于2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 说明这个2x1加x3加x4加x5加x6 小又等于3 四个有效不等4 下面我们看看 反正x1前面的系数 25能够最大的 不可能再加了 我们看看x2能不能够 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加一个 x2 alpha2呢 我试试看 那怎么加呢 你要在这里加一个 alpha2x2 就意味着 这个数啊 你要算一下 它最大可能起多少 是不是啊 最大它可能会等多少 然后你拿3去减掉这个数 就说明你还能够起多少 是不是啊 那你就要算一下 这个数 这个数 你要算一下 这个数 在没有加之前 在满足它的情况下 这个最大会是多少 这个最大会多少 一般来说 你求线性规划就可以了 求线性规划 但是求线性规划是不准确的 是不是啊 为什么 因为求线性规划 你求到了并不是起01 而是起0到1的时数 所以你求到的数 如果求线性规划 会比较大 是不是啊 比较大是有点吃亏的 因为比较大以后 你这个就会比较小 是不是啊 因为这边 这个如果你求的太大了的话 本来可以的 变成不可以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数 当你这个 当你这个 你这个覆盖里面的 这个变量不多的时候 你可用动态规划 或者用手算 去算这个整数规划 这是个很小的整数规划 OK 那你会说 原来我就是个背包问题 现在你的指问题 又是个背包问题 是不是有点 有点这个不合理啊 是的 如果你这个约束 如果你这个 这个覆盖里的 这个很多的时候 这是不合理的 但是往往 我们的覆盖 在很多问题里面了 它比原问题的变量 个数少很多很多 比如说原问题是100个 变量 我的覆盖只有4个变量 当然这解5个变量的 这个问题 当然是很好解的 是不是啊 所以大家如果是变量 很少的时候 你就直接解这个01变量 如果变量很多的时候 那你只能解它的 线线规划了 是吧 OK 所以这个最大数 最好是精确的求 OK 所以我们说 这个第二个分量是多少 第二个分量是6嘛 所以是13 19-6 这个约束条件一下 看看这个数最大能求多少呢 最大我们算出来 这个数数等于2 说明什么 说明 前面这个 小1会等于3 这些加起来 最大会等于2 说明这个x 这个 这一项最大 可以等于1 是不是啊 可以等于1 那么α1 等于1就可以了 是吧 因为这个x1 只会起1和0嘛 所以这个α2 可以起到1 OK α2可以起到1 说明我们现在 又加进去一个变量了 原来是2x1 加后边这一串 现在我加进一个x2了 前面的系数是1 我还不满足 我来看看能不能加x7 我还有一个x7没有加了 是吗 因为我们一共7个变量嘛 能不能加了 我看一下 这个 在这个x7的分量是1 记住啊 x1前面的系数是1 是吗 这个是1 所以我把这个另为1放到后边 那么就是19减1 是18 我在这个限制下 我看看它最大能够等于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 它最大有可能取到3 起到3意味着什么 起到3意味着 你这里取了2 是吧 起到3意味着 这个最大可能等于3 所以你能不能再加一个x7呢 能不能加 不可以加的 加了就会不对的 因为这里面最大可能等于3嘛 那你这个x7就只能起0了 前面的系数 所以你这里只能有个0的系数 x7因为可能起0 可能起1 所以你就不能去了 所以你这里就加不进去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x7是不可以加进去了 所以这里我写 这里写错了 这里是x 这里是等于1 所以这个是 这没有这一项了 没有这一项 所以这个不等式 是你能做到的最紧最紧最紧的了 不可能再紧了 所以这个不等式 是一个强而有效不等式 OK 定义了一个facet 你不可能再加进去 你不能加进任何东西进去了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们在几何上 拿一个facet 一开始是个有效的 往里挤一点 往这里动一动 这里调一调 调一调的那个角度 就是调那个系数 是不是 OK 调到最后碰到了 再不能调了 它就是个facet 对吗 几何上来说 就是你调那个角度 调啊调 调到最后 这也不能调了 不能加任何了 所以这是一个最强的 这里没有x7 sorry 这里应该是前面有个0 x7是加不进去的 OK x7加不进去 所以通过最小覆盖 以及它增强的 或者叫扩展的覆盖 通过这个lifting 通过这个lifting 这样子的一个procedure 通过这样的一个lifting的 这个cover equality的 这个procedure 可以让我们得到 最小覆盖的最强的 这个不等式 单元有可能得不到 这个不能保证的 也就是说我们说 3456正常 你可以加 那你试试看 1 2 3试试看 1 2 3肯定不行的 是吧 OK 还有这个 我们刚刚有几个 有 1 2 3 4 4个最小覆盖 这前面三个的最小覆盖 它的扩展和它是相等的 是不是 你是加不进去的 OK 所以 并不是任何一个最小覆盖 不等式都可以加强 但是还是有很多 是可以加强的 那么 这个就是关于什么 关于这个背包不等式的 这个lift的这个procedure 这个关于背包不等式的 这个lift的方法呢 是我们这个整数规划里面 强有效不等式一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方法 大家要学会 它是一开始找最小覆盖 然后看看它的扩展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呢 看看能不能加进一个 那个外边的一个变量进来 解一个小的背包问题 解一个小的背包问题 或者解它的一个线性规划 加进完了以后 看看还能不能再加 一直加到所有的变数 加完了都不能加了 那么这个就是最强的 OK 好了 假设我们找到了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割 割平面 找到了很多有效不等式 那这个割平面方法 是不是就很有效呢 正如我们在讲 格默日的割平面方法的时候 看到了一样 如果单程式只用割平面的话 并不会使这个整数规划的算法 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在实际的计算过程中 往往是把这个割平面 和分支定界和分支定界集合起来 所以这个方法就叫branch and cut 换句话说 我们是把分支定界和割平面方法 两个方法拼在一块 那一般怎么做呢 这样做 先割平面 如果割平面找不到整数点 马上 比如说 比如说十步找不到 N步找不到整数 几步也找不到整数点 马上分支 分支就是会把那个变量 把一个问题分支两个问题 是不是 把可因缩小了 然后再加割平面 它找不到了 再分支 OK 就是分支和割平面方法 集合在一块 这就叫分支割方法 目前所有的解整数规划 最有效的软件 都是用分支和割平面 结合在一块 咱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是CPX的流程图 CPX解现金整数规划的流程图 首先 跑上来 先解一个现行规划松弛 是不是整数解啊 是停下来 不是 那 它这个黄颜色的这个就表示 它应用什么 应用什么 那个纸程序啊 这边有好多纸程序 如果不是 如果所有的整数就都是 不是的话 就加哥 你看 加 ed cut ed cut ed cut 就是 那个gomerate cut 各种各样的 我们刚刚今天讲的那个cut ed cut以后 再加一些heuristic 然后呢 再解 在那个 选择一个整数变量来分支 产生两个子问题 OK 所以分支了 现在你看 加了cut以后分支了 是cut分支 分了以后 就再把分支当成 加了cut以后的分支里面 找一个子问题来解 解了以后 再 你看 找一个子问题 找一个子问题 到这 解它 看看所有的是不是整数 如果不是 再加cut 如果是的话呢 就找到了一个整数可行解 是不是啊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分支定界 那个上界 是不是啊 就有一个 所谓的incubent incubent 当前最好的解 然后再来找一支 找一支来解 来分 然后再来解 解 联系松支 是不是整数啊 不是加cut 是 然后update 那个incubent 这个就是 siprex 他提供的 这个 解这个 branch and cut的 这个 流程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好的算法呢 不是 纯的 分支定界 也不是纯的割平面 而是 割平面 和分支定界 算法 加在一块的 一个算法 OK 所以大家只要 了解一下 这个分支割方法的 这个流程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碰到一个 你们做 论文 或者是你们 做project 碰到一个 整数规划问题呢 你 你能够想的办法呢 一般不是纯分支定界 也不是纯割平面 而是把割平面 和分支定界 合并在一块的 一个分支割的方法 这是目前呢 我们认为 最有效的 求解整数规划的方法 好了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讲了 整数规划的算法 讲了分支定界 讲了动态规划 动态规划 只是求一类特殊问题 的时候才能用 不是所有的问题 都能用 所以对一般的 整数规划问题 我们讲了分支定界算法 可以用 没问题 对不对 割平面也可以用 就是Gomerang的 割平面也可以用 那割平面和分支定界 加了一块也可以用 至少我们现在讲了 两种对一般的 线性整数规划 一定是可以 有效的方法 分支定界和割平面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学习了 我们原来的 module里面的 第三个module 模块 就是所谓的 基本的 整数规划算法 都学完了 接下来的一个模块 就是高级的算法 所以从下一周开始 我们要学习 高级的 也就是说 比较有技巧的 整数规划的算法 叫 Lagrang-2松弛方法 叫Lagrang-2 Lagrang-2松弛方法 还有跟Lagrang-2松弛方法 相关的两个方法 叫 Colent Generation 叫裂分解放 而裂生成方法 还有跟裂生成方法 紧密相关的 Densic Wolf Decompensation方法 讲完这两个算法呢 我们现行整数规划的 高级算法就讲完了 然后我们最后一周呢 再来讲 这个 二次整数规划 它有什么方法 和SDP相关的方法 所以今天的课的内容 就到这 结束了 下边的 还有一点时间 我想 反而五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说一下 作业的问题 上一次的作业 大家都做得很好 大部分同学都做得很好 还有这个 陈奇艺同学还得了满分 这是我们第一个满分 就是 一点错误都没有 都做得很好 还有很多同学都得了95分 得了98分的 就是有一点点瑕疵 那么 最多的同学 错在什么地方呢 错在 这个 关于TU的 这个 Totally Remodule的 这个全单膜矩阵的 问题的 这个充分条件的理解上 就是说 有很多同学认为 不满足充分条件 就不是全单膜矩阵 这个是错的 OK 我刚刚写了一个充分条件的 这个样子在这里 充分条件可以推出是全单膜的 但是全单膜的不一定要是充分条件 不一定要满足充分条件 我们说我们讲的这个定理里面有 一二三三条 那个定理是 叫 第一 所有的元素 必须是正一负一零 是不是 第二 每一列 至多只可以有两个 负一 非零分量 是不是 第三 这个行可以分割成两部分 可以其中有部分是空解 也可以不是空的 使得这两部分 甚至行上对应的那个列元素相加呢 等于相等 是不是 如果这满足这三条呢 一定是TU的 但是反过来说不对 不是任何一个TU 一定要满足这三条 所以很多同学错在什么呢 他说 这个 哪一个矩阵 他不满足这三条 他不满足这个 三个条件 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所以他不是TU的 OK 这是错了 OK 所以 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 充分条件和这个必要条件 如果有一个条件是必要条件 是一个necessary condition 也就是说 任何TU呢 一定要满足这个条件 不满这个条件 肯定不是TU的 比方说 如果你有 一个元素 四等于二的话 你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 就马上就说 这个不是TU的 因为这是个必要条件 对吗 TU 就是说 每一个分量 都必须是正一负一零 这是个必要条件 OK 所以大家没有搞清楚 这个必要条件 和充分条件的关系 必要条件就是说 如果是TU 一定要满足 而充分条件只是说 如果是满足这几条 一定是TU的 但是没有说不满足它 就不是TU的 所以要判断一个矩阵 如果它不满足我们 我们讲过的那三个条件 你要判断它是不是TU的呢 你得怎么办了 如果它不满足那三个条件 你不可以马上说 它不是TU 但它是不是 你怎么办了 你就按照我们TU的充分必要条件 我们TU有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它的定义 是不是 它定义怎么说 一个矩阵是TU 当且紧当 它的任何一个子矩阵的行列 是任何一个子矩阵的行列 是只能是正一复一零 是不是 可以这样说 任何一个非其异的子矩阵 只能是正一复一 是不是 其异的嘛 它肯定等于零 是吧 OK 所以你只要 那这就有点麻烦了 是吧 你要去看 这三个条件不满足 怎么办呢 你就看 看看能找到一个矩阵 它的子矩阵行列四 是不是会等于二龙 会等于三龙 不是正一复一零 是不是 你找到了 就它就不是 如果你没找到了 而且你举遍了所有的子矩阵 它都是正一复一零 也可以 那你就把所有的子矩阵 一个都列出来 是不是 因为这是定义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找 是不是 OK 但是我们那个练习的 第一个题目 实际上正好有一个右上角 有一个三乘三的 三乘三的矩阵 它的行列是等于二 所以它不是全单膜的 有同学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列出来 他说 因为他不满足这三条 所以它不是全单膜的 所以就犯了一个逻辑错误 发生了一个逻辑错误 所以我 大部分同学后边这个都做对了 但是前面这个 还有一些同学做作业的时候 在我提醒一下 没有把步骤说出来 他说 第一个 他这样说 他说 第一个A1这个矩阵 不是全单膜的 因为存在一个方证 它的行列是 不等于正一负一零 这个他说的是对的 是不是 但是他 他不 不舍得告诉我 他的理由 是不是 他就不愿意告诉 什么理由给我 还有 这同学说 第二个矩阵 满足我们的定理 一二三条件 所以他是全单膜的 他也不舍得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满足的 比如说第一行第二行 和第三第四第五行 他们可以分割成两个集合 他们的元素加起来 等于 都是等于一 他不告诉我 所以这个也是不好的 所以一旦我们做作业的时候 就要把你的理由告诉我们 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全面的答案 所以大部分同学都做得很好 那么今天的作业 也只有两个题目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做得很好 这两个题目呢 其中第一个题目呢 要求大家 利用割平面方法 求解一个整数规划问题 其中第二问是 要你把那个对应割平面的图 做一步 要把它的图画出来 注意到割平面的问题 画图的时候啊 那个割平面是关于补充变量表示的 所以你要把那个补充变量 带回到原变量 才能够把图画出来 对吗 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讲到 那个图是x1x2的图 你那个补充变量是x3x4 或者是x5的图 所以你加了补充变量 要把那个等式带回去 才能把图画出来 你画了图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个割平面是怎么割的 然后第二个题目呢 要我们把一个背包问题的 这个所有可能的最小覆盖的集合找出来 同时要你找 我指了一个最小覆盖 要你把它这个最小覆盖对应的不等式 尽量用lift的方法 把它lift到最紧 最紧 看看你能lift到最紧 注意lift的时候 跟你lift变量的顺序有关系 如果你先lift这个 和lift那个 先做这个顺序 比如说我们刚刚是x1x2x7 1 2 7 如果你先7再2 可能做到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 你用不同的顺序 做出来来看看最紧的会是哪一个 这就是我补充 说明一下今天的作业的情况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录像我们下一个月 就说明一下 大家感觉 个资厏 我们下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